霸天武魂 第5021章 莲华大帝要逃 作者 千里牧尘 最厉害的是 灵霄站在前面 竟然没有让丝毫破坏的能量通过他的防区 他身后那十万强者 完好无损 战斗力强大 而且还能保护其他人 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英雄 那么什么才算是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啊 神魔帝之剑 在四玉九界怎么会有人挡得住 莲华大帝连连后退 他的自信都快被打没了 刚刚的一击几乎就是他的最强攻击了 却仍然没有伤到灵霄 对他来说 这打击可真够惨的 冷静 莲华大帝 你可一定要冷静啊 别忘了 你还有两条命呢 还没到死的时候呢 刚刚那一击 灵霄虽然挡住了 但也一定消耗了大量的神员和体力 这样的攻击 你可以施展很多次 他却不可能每次都挡住 你是神明 是强者 他不过是卑贱的人类而已 他是无法战胜你的 莲华大帝这心理素质还是很不错的 自己都能给自己鼓尽助威 哪怕是失去了勇气 也能自己找回 真不愧是个难缠的家伙 冷静一点 今天一定要杀了灵霄 如果灵霄再不死 那恐怕真的永远没有机会了 莲华大帝现在是深刻理解到灵霄的可怕了 灵霄可怕的并不是实力 而是天赋 是修炼速度 从与灵霄第一次见面算起 其实才过了几个月而已 然而灵霄这家伙却已经从那个他可以随手拍死的苍蝇 成长到今天让他极为头疼的家伙 到现在还想杀我 你好像依然没有认清现实啊 之前你是幕后玩家 是黑手 可以让四欲九界玩弄于鼓掌之间 我必须得拼命去破坏你的一个又一个的阴谋 但是今天不同了 不同了知道吗 现在 我是规则的掌控着 我才是主动的一方 灵霄话音方落 人已经扑了出去 半空中宛若龙卷一般旋转起来 双剑疯狂在莲华大帝的身上割裂出一道道伤痕 只一瞬 莲华大帝的一条臂膀就被完全粉碎 这还是莲华大帝躲得快 稍微慢一点的话 剑气便会顺着臂膀向上 连这家伙的脑袋也一起毁掉了 混账 我不相信 莲华大帝拼命麻痹自己 催眠自己 让自己认为灵霄不如他强 可是残酷的现实却一次次打破了他的催眠 灵霄要伤到他 竟然如此容易 他要伤到灵霄 却是那么的困难 我们虽然只是这个世界上最弱小的人类 但在太古时期 人类就战争的猛兽 因为我们愿意学习 愿意进步 我们再不断成长 才会不断强大 而你 不过是一个放弃了人类身份 把自己弄成怪物的疯子 虽然获得了一时的强大 却不可能再进步了 这就是你失败的根源 灵霄轻烈的声音响起 见光再次闪烁 宛若一道道闪光的飞蛇 光芒闪烁之后 都会传来莲华大帝凄厉的惨叫声 明眼人恐怕都看得出来 战斗如果一直这么进行下去的话 莲华大帝的失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过 莲华大帝毕竟是个强者 即便到死 恐怕都要输死一搏的 所以 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敢放松警惕 灵霄 你今天让我受的苦痛 我以后一定会加倍奉还的 真后悔挡住 没有直接杀了你 反而把你送进了时空回廊 才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 莲华大帝一边拼命抵抗灵霄的攻击 一边说道 这世上没有后悔药 做的事情是不可更改的 另外 我还要告诉你一声 就算你没有把我送进时空回廊 我自己也会进去的 你的阴谋在我看来 不过是愚蠢的自娱自乐罢了 灵霄淡淡道 而且你现在威胁我 不觉得可笑吗 你实力比我强大那么多的时候 我都从来没有畏惧过你的威胁 你认为我现在会怕 还是省点力气受死吧 你对我的女人 我的朋友 我的兄弟 我的子民做过的事情 我都会一一奉还 灵霄说话的时候 攻击完全没有停下来 他在寻找机会将莲华大帝再次杀死 不过有了前车之鉴 莲华大帝这家伙 现在是比较滑头的 只要看情况不妙 就会选择避开 哪怕是丢脸 也不肯被杀 而且每一次被杀 都要承受生不如死的痛苦 那种痛苦 深入骨髓 让他无法承受 灵霄的声音 看似淡然 但是其实 他是非常痛恨莲华大帝的 如果不是莲华大帝 月芳华就不会受那么多苦 如果不是莲华大帝 白夜帝尊就不会死 如果不是莲华大帝 他或许已经离开四玉九剑 前往天庸城了 他对莲华大帝的怨念可不少 所以攻击中 剑法也是非常的狠辣 莲华大帝 如果找不到对应灵霄的方法 那么很快 他就会被灵霄撕成碎片 虽然他的伤势再不断恢复 可是恢复的速度 却远远追不上破坏的速度 则则则 幸亏我不是灵霄帝尊的敌人 不然就惨了 雷王看着这一幕 心头发颤 是啊 我还是第一次同情起敌人来了 莲华大帝得罪了灵霄 真够倒霉的 火王笑道 他不值得同情 不过你说的确实没错 这莲华大帝 现在恐怕真是生不如死啊 花王看向了天空 白夜 你可以瞑目了 灵霄的成长 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出色 当初因为你选择了它 成为新的黄金帝 我还曾反对我 但幸好你没有接纳我的意见 不然今天的思域九界 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血顿之术 莲华大帝 承受不了灵霄疯狂的攻击 终于失去了自信 在自信崩溃的瞬间 他选择了逃跑 而不是继续战斗 如果有次元服的话 他瞬间 就可以进入别的空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谁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他 等他完全恢复 十里之后再回来 灵霄就死定了 毕竟灵霄修炼速度再快 也比不上人家恢复速度快啊 恢复和修炼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 好在 冷媒之前的攻击让莲华大帝把次元服给用了 以至于莲华大帝此时只能凭借自身能力逃跑 灵霄必须得感谢他的好朋友啊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五千零二十二章 追杀 作者 千里牧尘 跑得了吗 秦皇 他们就交给你了 我去追那家伙 灵霄的身影转瞬间消失 只留下了一句话 此时现场的亡灵已经被清理差不多了 灵霄离开 也更加放心 莲华大帝的血顿之术非常快 一瞬间就冲进了诸神墓地 灵霄也追了进去 他大概能理解莲华大帝为什么躲进这里面 诸神墓地太大了 面积传闻比四域九界还大 而且 莲华大帝把自己的老巢都设置在了这里 便于恢复和行动 你还真敢跟进来啊 简直就是找死 莲华大帝自认为 在诸神墓地之外 不是灵霄的对手 可是 到了诸神墓地之内 这可是他的地盘 复活吧 我的战士 站在一座古墓之上 莲华大帝催动神源 恐怖的力量渗透进了古墓之中 下一刻 一具海骨从古墓之中飞出 杀向了灵霄 拦住他 莲华大帝知道 这海骨战士是杀不死灵霄的 不过阻挡意识片刻 还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他觉得 在这里面 灵霄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可是下意识的情况下 他还是打算逃跑 对 我为什么不跑 我就应该藏起来 专心恢复实力 这样的话 灵霄的修炼速度再快 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莲华大帝一边逃跑 一边为自己的狼狈 寻找理由 可是区区海骨战士 又怎么可能挡得住灵霄啊 魔尊之体 解决掉他 灵霄释放出魔尊之体 拦住了那海骨战士 继续追了出去 虽然说 现在他无法使用 融合肢体的战斗方式 可是三个身外化身 却是照样能够战斗 而且很强 之后 神尊之体和帝尊之体 也都投入到了战斗之中 莲华大帝拖延时间的美梦 并未达成 灵霄距离他越来越近 破须之力 超脱虚空 眼见快要追上莲华大帝 灵霄念头一动 神缘和灵魂力同时启动 破须之力爆发 一道虚空之光 刺穿了莲华大帝的头颅 不过可惜 并未将其杀死 通过之前的战斗 灵霄也发现了 就算要取莲华大帝的一条命 也必须得将其身体粉碎不可 单纯粉碎头颅 根本不行 当然 虚空之光 可不是为了杀死对方 而是为了拖延时间 为接下来的招式做准备 破须之力 粉碎虚空 莲华大帝受伤 行动变得迟缓起来 灵霄趁着这个机会 使用了粉碎虚空 扭曲空间的力量 包裹了莲华大帝 灵霄 灵霄 我要杀你 我一定要杀你 你听好了 只要我还活着 总有一天 要将你彻底粉碎 莲华大帝 在剧痛之中 痛苦地丝毫着 他此时也只能 如此威胁灵霄了 因为灵霄的粉碎虚空 已经将他的身体扭曲变成 下一刻 他就会死 虽然只是死掉其中的一条命 可对于莲华大帝来说 却一样 是凄惨无比的事情 听听他那歇斯底里的惨叫声 便知道了 莲华大帝 催动了全部神员 虚空之境 竟然无法粉碎 这家伙 的确强悍 换了别的舞者 以灵霄现在的实力 使用粉碎虚空的话 虚空之境 瞬间 就会粉碎了 对方也会随之 化为碎片 咔嚓 虚空之境 终于碎裂 粉碎虚空 完成了攻击 可是灵霄的脸上 却没有喜色 他能感觉到 比起巨龙之命 他剩下的这两条命 显然更加顽强 粉碎虚空 都没能将其彻底杀死 反而让那家伙逃了 还想逃 好 我就陪你玩这场 猫捉耗子的游戏 灵霄冷笑一声 对方的气息 他可是好好地锁定了呢 接下来的 就是追击 两道人影 在诸神墓地之中 疯狂追逐 地面上的妖兽 都吓得四散逃跑 或许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 如此强大的两个家伙 在这里厮杀吧 还追 再追 就到诸神墓地深处了 那里可是从未考察过的地方 或许会有危险 灵霄你这家伙 就不怕死吗 莲华大帝 真得都快哭了 当他脱离繁龙的那一刻 他是骄傲的 是自信的 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 可是现在 他只想逃跑 他发现 自己太小看思域九界的那些蝼蚁了 尤其是太小看灵霄了 才导致了如今一招错 步步错的窘境 只能拼了命地逃跑 不过他发誓 今日的屈辱 来日他必然要十倍百倍的奉还 这一点 他倒是跟灵霄有些像 都是牙字必报之人 可是想要报仇 就得逃过灵霄的追击 否则的话 便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莲华大帝 你今日无论如何 也逃不了了 受死吧 五魂结界 灵霄终于追上了莲华大帝 施展了五魂结界 这个五魂结界 一直都是他抓捕敌人的戾气 当然 如果别人将他杀了 这个结界 也是可以破坏的 结界本身 并没有任何攻击 或者增幅效果 只是囚禁而已 强令敌人与自己战斗 根本没得选择 混账 非要逼我吗 帝皇之书 神圣之书 黑暗之书 融合 神魔帝之剑第二重 比起之前在诸神墓地之外 施展的神魔帝之剑 这一次的攻击 明显更加强大 配合诸神墓地的提升 再加上第二重的威力 少说也是十几倍 那一刹那间 巨剑再度形成 通天彻地 巨大无比 透着毁灭一切的可怕气息 就连地上的许多坟墓 都被可怕的剑气摧毁 灵霄皱了皱眉 这莲华大地 竟然还能更强 看起来 它也必须得更强才行 这里 已经没有了外人 所以 灵霄毫无犹豫 便释放了霸天宇宙 黑暗的宇宙 笼罩了整个天际 霸天龙神寒冰阵图 霸天九幽巨怪 同样的潮湿得到霸天武魂的提升 威力再度碾压莲华大地的神魔帝之剑 霸天黑莲宝光 当神魔帝之剑被阻挡的那一刻 灵霄采取了不同的攻击方式 一朵黑莲浮现 魔佛乍现 瞬间轰入了莲华大地的身体之中 这家伙 竟然把我交给他的招式 用得如此强大 莲华大地颇有些惊讶 黑莲宝光 的确是他传授给灵霄的 可他也不过修炼到大成境界而已 可灵霄却将这一招 修炼到了化境 竟然比他还强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五千零二十三章 兵解重生 作者 千里牧尘 化境的灵魂秘法 威力有多大 莲华大地自然明了 所以那一瞬 他只能舍弃自己的生命 将帝尊之魂逃脱了身体 逆神诀 八字式 灵霄的攻击就没有停止 继黑莲宝光之后 八道剑光 终于将莲华大地的身躯 再度撕碎 这一次 可比之前两次要艰难不守 关键还是 莲华大地这家伙 选择了逃跑 制造了不少麻烦 不过这一次 是真真切切死了 还剩下一条命 我看你怎么保住 可恶啊 灵霄 你不要逼我 非要杀我的话 我就让整个四域九界 给我陪葬 莲华大地愤怒地嘶吼着 这家伙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面对灵霄 他完全失去了信心 现在唯一想做的 就是保住性命 除了这一点 他别无所求 怎么 你不要告诉 我你这个时候了 还有翻盘的能力 灵霄冷冷道 不要怀疑 逼急了 我就引爆死灵界 虽然不能带着四域九界的舞者 一起去死 但整个混乱杀害 都要被我毁灭 外面那十万强者 你不管了吗 莲华大地 真的已经没办法了 因为他此时 只剩下一条命 虽然仍旧不可能轻易被杀 可是他怕 灵霄这个家伙 就是那种 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 万一对方真能杀死他 就得不偿失了 你没有那个机会了 灵霄摇了摇头 莲华大地身躯在凝聚的一瞬 他就又重新开启了武魂结界 莲华大地这家伙 被武魂结界完全困住 根本不可能逃脱 就算要引爆死灵界 只要他不让莲华大地的意识传出去 不就行了吗 可恶 为什么一定要杀了我 你放过我 我发誓 永远也不会再来四语九界一步 莲华大地已经开始求饶了 你的誓言 根本不值一提 灵霄想的是 除恶物尽 谁也不能保证 莲华大地这家伙 此次逃脱之后 会做出什么事情 说不定几年之后 又卷土重来 四语九界 又将陷入危机之中 而那个时候 灵霄可不一定是莲华大地的对手了 该死的灵霄 你给我记住了 今日我死了 会在永恒神国等着你的 兵界 莲华大地发现 求饶彻底无用了 甚至威胁也没有用处 迫于无奈之下 他打算走最后一步 拦住他 不要让他兵界 原尊忽然喊道 之前的战斗 原尊都未曾插手 可是这一次 原尊却惊呼了起来 灵霄也想阻拦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莲华大地就那样 在原地支离破碎 化作了尘土 死了 灵霄有些困惑 那么辛苦的战斗 对方竟然就这样死了 这也有些太让人无法理解了吧 莲华大地 可不像是会自杀的人 他还没死 原尊叹了口气道 什么意思 我感受不到他的丝毫气息啊 灵霄惊道 这不怪你 原尊苦笑道 所谓兵界 的确是自杀 但又不是 莲华大地的确死了 不过一年之后 他就会在永恒神国重新复活 只不过复活之后 只是他的初始实力而已 等于是重新修炼了 灵霄听到原尊的解释 反而放心了 他自信莲华大地的修炼速度 肯定远不如他 是重新修炼 但又不是 莲华大地的修炼方式 与别人不同 你别忘了 他是可以依靠 吸收别人的生命力 来提升实力的 如果运气好 他这一次兵界重生到好地方 那么就可以得到 很多强大的武者 供他修炼了 那样 他的修炼速度 不仅不会比你慢 而且可能比你还要快 原尊担忧道 如果是这样 还真有些麻烦 不过 我这人不喜欢 想那些摸不着的事情 无论如何 莲华大地 对四域九界的威胁 算是没了吧 既然他在永恒神国兵解重生 那正好 我就去永恒神国将其斩杀 灵霄笑道 你这孩子 永远那么自信 不过也是 这一路走来 你创造的奇迹 已经够多了 这一次 也不例外 原尊不再说话 重新进入了沉睡之中 灵霄四下里看了看 黑暗之中 仿佛沉睡着什么强大的怪物 那股气息 甚至比莲华大地还要恐怖 他不敢怠慢 急忙往外面冲去 诸神墓地 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谁也不清楚 当然 临走的时候 将莲华大地的储物 借也带走了 兵解之后 莲华大地身上的东西 是带不走的 也不会毁坏 这就便宜了灵霄了 轰隆 噼里啪啦 灵霄尚未离开 诸神墓地 便听到了外面传来恐怖的巨响 不由心头一震 本来 莲华大地兵解 四域九界的危机 可以说是解了 对灵霄而言 莲华大地跟死了没什么区别 最多就是去永恒神国的时候 将这家伙的命 要了也就是了 基本不存在什么问题 所以 他的心情是比较轻松的 可这一声巨响之后 似乎一切都变了 灵霄的脸色 变得极为难看 等他抵达外面的时候 却见天空中 站着一个面色冷漠的强者 这家伙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神体静武虫 不过他似乎不知道 四域九界 在经历了莲华大地之乱后 总体实力都有所提升 所以显得有些骄傲 简直不可一世 下面的人还不跪下 这神体静武虫修为的武者 竟然让十万神体静强者 给他跪下 也是 这些人都消耗比较严重 所以看起来比较弱小 气息没有那么强大 以至于反而是这家伙被蒙蔽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 竟然敢让我们跪下 找死 灵霄破空而起 一把抓住那人的咽喉 冷冷言道 难道又是莲华大地的余孽 我不知道你说些什么 不过你最好赶紧放开我 否则天拥城大军一到 你们就完蛋了 那人一边挣扎 一边说道 天拥城 灵霄 秦皇等人都愣了一下 天拥城之前 派遣了很多青少年舞者 来到四域九界历练 结果大部分都死在了 莲华大地的浩劫之中 有些是被灵霄干掉的 有些则是直接死在感染之中 如今 竟然又出现了天拥城的人 而且 还是个中年男子 这跟之前不太一样 天拥城大军 是怎么回事 灵霄松开了对方 皱眉问道 真得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啊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5024章 备战 作者 千里牧尘 天拥城将与永恒神国爆发战争 故而要将四域九界作为后方基地 这一次来 就是通知你们一声 谁是四域九界的统治者 那天拥城舞者被灵霄威胁之后 虽然没有之前那么高傲了 不过那样子 依然指高齐昂啊 天拥城可想得真好 我们被莲华大帝算计的时候 他们在什么地方 如今莲华大帝身死 他们倒想来 捡献城的便宜 可真够无耻的 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城主 若只是 想在四域九界休养生息 我们欢迎 但若是企图将四域九界纳入统治 门都没有 灵霄冷声道 看起来 你就是四域九界的统治者了 我只是个传话之人 怎么做 你自己看着办就行 三日后 天拥城先锋部队将会抵达混乱沙海 我劝你 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虽然我不是你的对手 但我在天拥城 不过就是个中下实力的武者而已 抵抗只会给你们四域九界 带来无尽的灾难 一旦天拥城大军压境 你们刚刚获得的和平环境 就会立即崩溃 我的话说完了 告辞 那天拥城的信使破空而去 灵霄并未阻拦 只是个信使而已 杀了也没什么意义 三天时间 还真是不给我们喘息机会啊 灵霄可以确信 天拥城一直都在关注 四域九界和莲华大帝之间的对决 直到这一刻 才突然露面 三天时间 大部分人都无法恢复到巅峰状态 诸位也都听到了 准备怎么办 灵霄看向了下方那十万强者 这些人 就是四域九界的顶尖高手了 也是能代表四域九界黎明苍生的人 我们听天地陛下的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心中也没有个准儿 若是投降 那很可能就会成为天拥城的奴隶 虽然比起被莲华大帝统治要好一些 但还是接受不能啊 若是不投降 真得能赢吗 天拥城的武者 最弱的恐怕都是神体进一重境界 怎么抗衡 于是 他们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了灵霄 拯救四域九界的英雄 霸天帝国的天帝陛下 这个帝国的名字 最最近才改的 基民空提议 以灵霄的武魂来命名帝国 这样才更有专属性 也更张显出帝国的野心 灵霄虽然认为 名字这东西不是很重要 但还是决定 按照基民空的提议进行了更改 其余组织并不改变 所以也不会引起帝国上下动荡不安 到底要怎么决定 等三日后再说吧 我要看看天拥城的态度 毕竟不管怎么说 他们也是曾经四域九界的武者 如果可以帮忙 我自然愿意 但他们若是要用墙 我也不会客气的 这三天时间 大家全力恢复 就在这里等待天拥城先锋大军的到来 另外 再派些人将好消息传出去 莲华大帝已死 亡灵天灾结束了 至于天拥城的事 暂时不要说 我们悄悄解决就行了 灵霄有一个猜想 天拥城的武者 恐怕也是畏惧莲华大帝的 否则不可能在莲华大帝被灭之后 才突然来到 所以 天拥城的武者 应该不难对付 毕竟说起来 天拥城并不在永恒神国范围之内 所以 即便是实力上限要高一点 也不会超过神体进八重 与四域九届的法则 应该差不多 命令传达下去之后 上万个姓氏离开了混乱沙海 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而去 把振奋人心的消息 传达给四域九届的每一个角落 灵霄将各大势力高层召集到了一起 开了一个小会 会议上 灵霄将从莲华大帝那里得到的宝物 分配给了这些人 按照灵霄的想法 自己这边武者的战斗力 也是要尽快提升的 三天时间突破修为太难 所以法宝就变得很重要了 四域九届十三个势力 一共二十五个神体经六重以上强者 每个人身上 最起码都有四件九道龙文帝王器 而小金 龙晨 月芳华 冷眉 灵霄五人 每个人手中都有强大的十道龙文帝王器 包括杨淑仪也有 只可惜 十道龙文帝王器太过稀罕 不然灵霄肯定也要每人配上一件的 除了二十五个高层之外 其余舞者也都配备上了七道龙文帝王器 和八道龙文帝王器 总之 能够装备的 灵霄全都给装备了 一天之后 鸡鸣空抵达了混乱沙海 如今的鸡鸣空 也有了神体经义虫的修为 虽然距离高手 还差距很远 但他的突破速度 绝对不慢 圣巢唯一残存的正统皇室血脉 还是很不简单的 再加上灵霄一直对他的帮助 他虽然不能完全跟上灵霄的节奏 但也差不多了 鸡鸣空是灵霄目前最信任的帮手 他可以毫不犹豫地 将霸天帝国的管理权 交给这个女人 这一次让他来 自然也是要交代一下四域九届的事情 虽然四域九届已经纳入霸天帝国的统治范围 可是因为时间仓促 许多管理方面并没有跟上 这个事情 自然还要劳烦鸡鸣空才行 交代了事情之后 灵霄又将九颗龙巾 给了鸡鸣空 这九颗龙巾 便是九头巨龙 之前或者被杀 或者被莲华大帝融合 但是莲华大帝死后 龙巾却保存了下来 灵霄对龙巾进行了改造 以龙尘的巨龙之血激活 让九头巨龙 听从鸡鸣空的指挥 这可是九头神体 近七重后期的强大存在 而且还会不断成长 以后鸡鸣空的安全问题 灵霄是不必担心了 霸天帝国也算是有了 可以拿得出台面的护国神兽了 做完这些事情 灵霄便开始专心修炼起来 最近修为突破有些快 必须得静下心来 查漏补缺 将不稳固的地方进行加固 三天时间 他是不打算突破了 只要将修为巩固就可以了 其余人也都在抓紧时间恢复 好在莲华大帝的存货里面 有大量的丹药 这完全可以加速众人的恢复 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所有人心里头都憋着一股劲 天庸城企图窃取他们的胜利果实 他们怎么可能答应 或许是有了战胜莲华大帝的前提 每个人心中 竟然都充满了希望和自信 他们有强大的天帝陛下灵霄 什么敌人都不会惧怕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25章 天庸城先锋军 作者 千里牧尘 紧张而有序地等待了三天 混乱沙海之上 果然出现了一支军队 人数并不多 只有三百人左右 但每个人的实力 都强大无比 林霄只稍微感应了一下 这三百人之中 最弱的修为 竟然也有神体 近六重前七 最强大的 已经达到了 神体近七重巅峰 这可是三百人啊 要知道 四域九届 纵然是经历了亡灵天灾 现在神体近六重以上五者 一共也只有25个 这差距 也太明显了 而且 这还只是先锋军 就算先锋军 是天庸城的精锐兵力 那也够可怕了 难怪这些人 能够在永恒神国的 入口处生活 以他们的实力来说 的确可以 谁是四域九届的统治者 四个神体近六重 前七强者飞了过来 居高临下地 看着十万四域九届强者 轻蔑地问道 我就是 林霄走了出来 淡淡说道 虽然知道天庸城不怀好意 但大家 毕竟都是人类 而且天庸城的舞者 对人类进入永恒神殿 能有极大的帮助 所以 林霄的态度是 先礼后兵 先跟对方谈谈 若对方连谈都不肯 那他 也只好动手了 有些人 只有你将他们打怕了 他们才会知道恐惧 决定好怎么做了吗 其中一人冷冷问道 你们的首领是谁 我想与他谈谈 林霄淡淡道 我们的首领 是天庸城的上将军 不过跟你似乎 没什么可谈的吧 你只需乖乖立下契约 将四域九届的统治权 交给我们就行 这样 也可以避免四域九届 生灵涂炭 那人道 还是让我见见你们上将军吧 他应该知道 我连连华大帝都能杀死 对你们可有不小的帮助 林霄又道 哼 果然如上将军所料 这小子想要保住手中的权力 不过这样正好 带他去军营 他活不了多久了 四个天庸城的强者 暗暗以灵魂传音交谈 上将军也太看得起这小子了 以咱们四人之力 难道还杀不死 区区四域九届的武者 不要轻敌 他毕竟杀死了莲华大帝 虽然可能是 没有恢复多少实力的莲华大帝 但为了妥善起见 还是引军入翁 确认将他弄死比较好 免得平白出现变故 这个蠢货 上将军本就准备关门打狗呢 他还要自己进去 正好 几个人暗中交流一番 由其中一人淡淡说道 既然如此 就随我们去吧 只要你好 好为天庸城效力 城主大人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虽然你们低贱了一些 但也与我们是同出一脉 低贱 你们的上将军 没教会你们 怎么说话吗 别忘了 我现在还是四域九届的公主 对我如此不敬 可是要受罪的 凌霄的声音 骤然变冷 下一刻 四个天庸城的强者 突然间感觉到 体内传来一股恐怖的剧痛 身体都开始扭曲变形 骨头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似乎随时都可能会断练 饶 饶命 其中一人艰难地发出了声音 凌霄冷笑一声 收回了嗜血鼠疫的力量 如今 他的实力变得极强 嗜血鼠疫的威力 也变得更加恐怖 想要杀死这四个神体 进六重的武者 简直就是一如反掌 他也不会只是一味地低头 总要显露一点实力 这样的话 对方才愿意谈判 可恶可恶 这家伙居然敢攻击我们 气死我了 我要杀他 杀他 天庸城的武者 以灵魂传音 愤怒地咆哮着 只有他们自己人能够听到 冷静 这人实力不弱 咱们四个联手 也未必是他对手 还是交给上将军对付吧 眼下就是将他引入设好的圈套之中 不错 能一招就将我们四个 都弄得那般痛苦不堪 这家伙非常可怕 四个人恨不得现在就杀了灵霄 然而李智告诉他们 以他们四个的实力 恐怕还不是灵霄的对手 所以 他们唯有隐忍 表面上装出一副惶恐不安的样子 其中一人说道 果然不愧是四域九届的统治者 实力竟然如此强大 我等佩服不已 以你的实力 的确有资格与我们上将军见面会谈 请吧 没错 没错 没想到四域九届这种地方 竟然会有如此强大的人物 倒是我们看走眼了 其余人也跟着附和 脸上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别提多尴尬了 站在一旁的小金 看得爽快不已 这些天庸城的家伙 一向看不起咱们四域九届的舞者 高高在上的样子 实在让人看得恶心 这回总算被老大你教训了一番 看他们还敢继续张狂 哎 天庸城长年与四域九届隔绝 早就忘记了他们的初衷了 最初创建天庸城的那些强者 可是希望天庸城成为四域九届 与永恒神国沟通的桥梁啊 秦皇叹了口气 他现在的心情最为复杂 他是天庸城的人 而又跟四域九届的舞者 一起出生如此 说实话 真心不希望双方打起来 幸好林霄有谈判的想法 不然他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秦皇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我虽然有谈判的想法 但对方看起来来者不善 这一战 恐不可避免 待会儿 你将秦家的人劝住就行 不要让他们参与到争斗中来 我会尽可能快点解决这场战斗的 尽量少造成杀戮 林霄拍了拍秦皇的肩膀道 多谢 秦皇感激不尽 而后 林霄 岳芳华 小金 秦皇 龙晨 冷眉六人 一起走向了军营的方向 其余人 则依旧在原地驻扎等待 只六个人 天庸城的舞者 也没当回事 关键这六个 还都是年轻人 或许他们觉得 这些人的实力 并不怎么样吧 片刻之后 众人就来到了军营之前 林霄开启太极眼观察了一下 不由脸色一领 军营周围 漂浮着若隐若现的杀鸡 虽然别人看不出来 但却逃不过他的太极眼 此时 他已经完全可以肯定了 对方根本就没有谈判的想法 就是居高临下的 向他要四欲九借来了 他若是给 或许还能保住性命 若是不给 对方一定会以雷霆之势 对他发动攻击 将他灭杀的 这一点 他心里头非常明白 不过他会怕吗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26章 一套连招 带走敌军首领 作者 千里牧尘 若是第一次见到天庸城舞者的林霄 或许此时真的会害怕 然而现在 林霄连联华大帝都打得兵解重生了 自然不会畏惧天庸城的舞者 有些问题 总是要解决的 淡淡笑了笑 他给其余人使了个眼色 而后就踏入到了军营之中 军营里 三百多天庸城强者整齐地站在那里 一人坐在太师椅上 冷漠地看着林霄 你就是四域九届的统治者 不会是假的吧 这位便是天庸城的上将军 实力仅次于天庸城城主的存在 神体近七重巅峰强者 给林霄的感觉 甚至比莲华大帝还要强上一些 当然 是比没有完全恢复的莲华大帝强一些罢了 而且 还没有莲华大帝那么多条命 如果两人对决的话 胜利一定是属于莲华大帝的 启禀上将军 这位的确是四域九届的统治者林霄 不仅如此 四域九届已经纳入霸天帝国的统治范围 而林霄就是霸天帝国的天帝陛下 若是天庸城有什么困难 可以尽管给他说 他一定能帮你们解决 秦皇急忙说道 他也感受到了不安分的氛围 因此想要避免一场 原本不应该开始的战斗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秦家的儿子啊 少城主天庸圣都死了 你居然还恬不知耻地 做别人的手下 现在自裁 我还能放过你们秦家 不然的话 秦家人全都得死 上将军冷漠地看了秦皇一眼 冷笑道 你说什么 秦皇的逆龄就是他的家族 他的亲人 如今的他 修为完全不弱于上将军 听到对方这番话 登时勃然大怒 你敢动我们秦家 我就让你生不如死 你们天庸家族的所有人 我都会杀光的 秦皇吼道 哼哼 你有那个本事吗 上将军有几分不屑 秦皇 你先站到一旁 林霄的声音在此时响起 他冷冷看向上将军道 实话说吧 这一次 你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还不明白吗 四玉九戒 只配做天庸城的奴隶 如果你们乖乖听话 还可以衣食无忧 否则的话 全都得死 上将军冷笑道 那就是没得谈了 林霄深吸了一口气 眼中透出一抹杀鸡 谈 你有什么资格与我们谈判 光是我带来的这三百人 就足以灭掉四玉九戒了 更不要说 天庸城总人口超过百万 届时大军降临 四玉九戒的蝼蚁再多 也会被尽数灭掉的 上将军说完话 直接将手一挥 站在那里的三百武者 纷纷催动神员 释放强大的气息 然而 灵霄比他们更快 既然已经没有了谈判的基础 灵霄就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那一瞬 他已经扑向了天庸城上将军 原本大家都是人类 想要与你们好好谈谈 或许联手 可以进入永恒神国 但你们既然如此傲慢无礼 那就不要怪我了 灵霄一出手 就施展出了逆神诀八字式 同时 左手凝聚牛魔之拳 释放昼光之力 时间静止 这强力的一击 就是莲华大帝也绝对扛不住 无论如何都要重伤 这位上将军 比莲华大帝的绝对实力 要强那么一些 但灵霄坚信 对方一样也得重伤 时间静止的瞬间 攻击已然落下 当时间静止消失的那一瞬 天庸城上将军 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惨叫声 整个军营 都被这声音震得晃动了起来 紧紧一击 灵霄就重创天庸城上将军 不过对方显然还没有死 身上估计有什么防御宝物 而且实力也是真得不俗 住手 直到此时 周围的那些天庸城舞者 才反应了过来 想要过来援救 但越芳华 冷媒等人 已经同时发动攻击 灵霄的攻击 就是信号 面对强大的天庸城上将军 灵霄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虽然说已经重创了对方 但他还是发动连续攻击 此时的他 已经存了必杀对方的决心 而且 他也从秦皇和上将军的对话之中 察觉到了一些端倪 或许只要灭了天庸一族 天庸城就不会像现在这般 蛮横跋扈了 天庸城上将军惨叫声中 也想到了反击 可是没有用 灵霄的攻击连番发出 一招一式之间 几乎没有间隔 就是不想给上将军任何翻盘的机会 逆神诀从一字式 重新施展到了八字式 左手也没有闲着 各种武魂特技连番轰出 不得不说 这个上将军 已经很强了 灵霄的大多数攻击 都被他给拦住了 所以才没有立即死亡 可是此时的他 基本上已经遍体鳞伤 全身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 到现在为止 他也没能展开反击 始终都是在仓促防御 他心中所想的唯一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太轻敌了 面对四域九届的统治者 竟然如此大意 才导致了现在这种可悲的局面 简直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该结束了 破须之力 粉碎虚空 眼见对方已经没有还手之力 灵霄认为 时机到来 以粉碎虚空来终结这场战斗 可恶啊 我是天庸城的上将军 你敢杀我 四域九届 必然被天庸城的大军途径 上将军此时 只能通过言语来威胁了 别的什么也做不到 好好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过最起码你说的事情 你自己是别想看到了 灵霄看着上将军的身体 被虚空之境撕裂 感受到对方的气息消失 这才露出了一抹笑意 从战斗开始 到结束 其实整个过程 不过一分钟时间 堂堂天庸城上将军 在大意的情况之下 被灵霄抓住机会 一套连招直接送走 这让周围的那些天庸城武者 看得是目瞪口呆 你竟然杀了我们的上将军 你这个疯子 其中一人 带着惊恐与不可置信 惊呼了起来 战斗进行到现在 不光是天庸城上将军死了 就连那三百强者 也死了数十个了 灵霄的几个同伴 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实力之强 完全就不是这些家伙 能够想象的 为上将军报仇 这些人并未意识到 灵霄等人的强大 竟然还妄想报仇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五千零二十七章 天庸城主 作者 千里牧尘 结果等灵霄加入战斗 请客间 又有将近百人身孕 直到此时 他们才意识到了恐惧 剩余的人 纷纷选择了逃跑 因为人数比较多 即便灵霄想追 也不容易追上 只能暂时作罢 四玉九届的疯子 你们完蛋了 上将军被杀 天庸城将会派遣大军来袭 你们就等着毁灭吧 远处传来愤怒的嘶吼之声 尽管来吧 想死的话 就试试 灵霄冷漠地 看着远去的那些舞者 随后 他回头看了秦皇一眼道 跟我走 把你们家族的人带回来 那些人回去之后 必然会告状的 恐怕秦家人凶多吉少 既然已经成了出生 如此的战友 灵霄就不会对秦皇的家人 坐视不理 老大 我们也要去吗 小金问道 当然 不能等着别人进攻 四玉九届 已经满目疮痍了 虽然我们赢了 但战斗 带来的破坏 也是极大的 这一次 我们要把战场放在外面 灵霄已经下定决心了 既然要针对天庸家族 而不是整个天庸城 那么最好的办法 就是偷袭敌阵 将天庸城主击杀 到了那个时候 天庸城就会知道 四玉九届的厉害 不敢轻易进犯了 叫上姬明空一起去 他有九龙护体 也该到战场上磨练磨练了 或许实力会提升更快一些 至于其他人 守住天庸城 通往四玉九届的唯一通道就行 不要让那些家伙 逃到四玉九届 灵霄是行动派 既然决定了做什么事情 就不会浪费时间 他先让众人 躲进东圣皇界之中 而后进入迎武者形态 悄然跟着那些逃跑者 天庸城的先锋军 既然已经到了 那么大军必然就在后方 距离不远的地方 果不其然 按照秦皇指引的道路 他们踏入了一条 相对安全的道路 这条路 是天庸城武者 来到四玉九届的路 一路上危险程度最低 但即便如此 神体近六重武者进入 也会有丧命的危险 不过灵霄的强大 已经不亚于 神体近七重巅峰强者 这点危险 对他来说 完全不是问题 在这条路 上前进了上百里 终于看到了一片绿洲 绿洲之上 密密麻麻地住 扎着天庸城的大军 粗略看去 少说也有上百万之多 幸亏永恒沙漠的绿洲 也是极大 不然这上百万武者 还真容纳不下 灵霄没有惊动对方 而是潜入到了军营之中 因为是临时军营 所以不妨自然没有那么严密 再加上灵霄最擅长隐匿行踪 混进去 简直一如反掌 他们刚到秦家 尚未见到秦家家主 忽然间上万兵马 就朝着这边围了过来 应该是天庸城城主 已经得到了那些逃跑回来的人的汇报吧 秦虎老贼 给本城主滚出来 秦家所处的营地外 传来一声抱贺 显然是非常愤怒 天庸城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 难道还要闹内讧吗 秦皇的父亲秦虎 如今秦家的家主 脸色难看地 看向了走进来的天庸城主质问道 我闹内讧 你这老贼 一直都不同意我的方针 居然要跟四域九界那些卑贱的家伙们联合 所以才派了你的儿子 秦皇去四域九界吧 方才传来消息 上将军中服了 被四域九界那些混蛋 用卑鄙无耻的方法杀死 你的儿子秦皇 也参与了这次涉服 今天 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天庸城主冷冷道 你想要什么交代 秦虎冷声问道 对于那上将军的为人 他太清楚了 就是一个自命不凡的自大狂 说别人用卑鄙无耻的办法对付他 秦虎是绝对不信的 秦虎 你自裁吧 你死了 我可以饶过秦家的其他人 否则的话 就算冒着内乱的危险 我也要将你们秦家 杀得鸡犬不留 天庸城主冷冷道 此话当真 秦虎问道 怎么 我的话你还不信 天庸城主淡淡道 我可以对天发誓 只要你死了 我可以放过秦家其余人 包括你的儿子秦皇 以及你的女儿秦秦 如果违背誓言 不得好死 老爷 不要啊 秦母抓住秦虎的手臂摇着头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为什么要死 你死了 我们怎么办啊 我们愿意与家主共存亡 秦家向来对下面的人比较好 所以说 秦虎也是深得爱戴 这些人是真的愿意为他而死的 秦虎叹了口气 将一旁的秦母禁固住 而后向前走了一步 抽出长剑 横在了脖子之上 天庸烈 不要忘了你的誓言 当然 天庸城城主天庸烈淡淡笑道 随后 对身后一人道 秦虎死后 秦家一个人都不要留 我已经发誓 不好出手 但你们可以 放心吧 城主大人 秦家 也就秦虎比较难缠 只要他死了 属下请客间 就可以将秦家全部灭杀 那人兴奋地说道 只可惜 此时的秦虎 并没有听到这番话 他权衡利弊 思考很久 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秦虎这人 虽然名字很威猛 但实际上 是个心肠很软的人 他不愿意天庸城武者 互相残杀 觉得牺牲自己一人 便可换来和平 只可惜 他似乎是有些天真了 天庸烈那种人 又怎么会好好遵守诺言呢 正因为他这种性格 天庸城中 他的声望虽然极高 却始终无法成为城主 说白了 就是不如天庸烈会玩手段 这是他的优点 也是他的缺点 所谓人无完人 也许就是如此了吧 皇儿 秦儿 你们要好好活着呀 说完这句话 秦虎将眼睛一闭 长剑直接扎向了灵魂海深处 然而就在此时 一只手从虚空之中探出 挡住了长剑锋锐的剑人 老头儿 我们好好活着 你也不要这么着急死啊 此时登场的 正是秦皇 虽然现在登场 对偷袭计划不利 但灵霄还是觉得 应该让秦皇出手相救 不然秦虎死了 恐怕会成为秦皇一辈子的遗憾 华儿 秦虎正正看着眼前的儿子 才一两个月未见 儿子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更加成熟稳重了 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 悟空一切的贵公子 而是变得更加具有强者的范儿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五千零二十八章 昆鹏武魂 作者 千里牧尘 父亲 天庸烈对天庸城管理无方 造成如今的局面 他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如今他不仅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反而还想霸占四玉九戒 招惹同样强大的敌人 这是把天庸城往死路上带 最该死的是他 而不是你 秦皇看着秦虎 义正言辞地说道 你居然还敢回来 好 很好 既然如此 那就跟你的父亲一起葬身于此吧 天庸烈的计划未能成功 脸色有些难看 他还真没想到 秦皇居然敢孤身一人回来 天庸烈 你说好了的 不能反悔 秦虎大声喊道 够了 父亲 那种人的鬼话 亏你也信 他发誓你死后 不对我们秦家人下手 可你别忘了 他不出手 他的手下一样能灭了秦家 秦皇立声喝道 随即看向天庸烈道 对着主宰之王的法则 你敢发誓 我父亲死了 你包括天庸城任何人 都不得对我秦家出手吗 誓言在玄界是有效的 只要你的能力 没有超过主宰之王 那么你发下的誓言 如果违背 那必然会遭到法则的惩罚 天庸烈不敢发誓 因为那样 他的计划就无法进行了 不敢吗 不敢就不要说那些屁话 今日有我秦皇再次 你休想 伤害我的家人 秦皇立声道 秦虎就算是在天真 看到天庸烈的反应 也知道 对方是在戏耍自己了 顿时 一股怒火 从胸腔之中燃烧起来 兔子急了 还咬人呢 更何况 秦虎的实力 还非常强大 秦家狼听着 杀出一条血路 他大声吼了起来 还想逃走 真是可笑 既然计划失败了 那么只要来应的了 传我命令 图进秦家所有舞者 天庸烈 画音落下 身后浮现出巨大的武魂虚影 竟然是一只昆蓬 昆蓬武魂释放 恐怖的气息冲天而起 宛若通天之塔一般 冲散了天空中的阴云 这家伙 很危险 秦皇不是他的对手 看起来 我们得提前动手了 这样 天庸烈交给我对付 你们几个的任务 就是守护好秦家 在我击败天庸烈之前 我可不允许你们倒下 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 所以灵霄也做出了新的决定 画音落下 月芳华 冷梅 小金 龙晨 鸡鸣空 全部自东圣皇界之中飞出 守在了秦家营地四周 诸位别慌 这几位都是我的朋友 一起出生入死的朋友 他们值得信任 我们已经忍了很久了 天庸家 一直不按照祖先的遗训行事 从不与四域九界联系 如今遇到危险了 却妄图霸占四域九界 这不仅是愚蠢 更是无耻 今日 我秦家就要取而代之 成为天庸城新的霸主 秦皇朗声说道 来的路上 灵霄已经劝说过他了 以后的天庸城 还是不能扔掉 因为那是霸天帝国 与永恒神国唯一的交界之处 也会使霸天帝国舞者 变得更强的前哨战 所以 交给秦皇来管理天庸城 灵霄才能放心 秦虎那种性格不行 太过软弱了 也太过天真了 很容易被人利用和欺骗 华尔 你 你真的要造反啊 秦虎惊讶道 父亲 你还没明白吗 人家都要除掉我们秦家了 你居然还要效忠 我实话告诉您 来的这些人 就是四域九界的顶尖强者 天庸城已经不行了 他们的实力 已经成长为 在天庸城 都是最顶尖的程度 这都是天庸烈那蠢货固不自封的原因 秦皇既然答应了灵霄的计划 哪怕父亲反对 他也要坚持下去 还好 秦虎虽然软弱 却不糊涂 听了秦皇一番言辞 他点了点头道 先不说这个了 解决眼前的困难之后 再慢慢谈 哄 那边天庸烈的气息 依然在膨胀 继续向天空冲去 足足有上千米高 引得无数人抬头仰望 小子 你这野心 还真是够大的 只可惜 天庸城中我为皇 你们这就是叛逆 就得死 强大的气息 终于渐渐停止了增长 天庸烈脚踏白云 悬浮于天空之中 背后金黄色的鲲鹏武魂 闪耀着无限光辉 他的身后 宛若形成了一对金黄色的羽翼 羽翼之上 能量流动 轻轻挥舞 便能造成空间震荡 天地风云变色 天地之间 风元素似乎都被天庸烈给控制了 悬浮在半空中的其他舞者 甚至不得不选择其余方式飞行 风元素已经不受他们的控制 甚至有些人 直接就坠落到了地面 秦虎有一种感觉 天庸烈只要轻轻拍打身后的羽翼 整个秦家的营帐都会被全部撕裂 甚至连这些舞者都会身亡 这家伙 果然太强大了 我不是对手 秦虎尽管也很强大 可是与天庸烈相比 依然相差甚远 皇儿 找个机会 带你母亲逃吧 今日不能让咱们秦家绝了后 他低声对一旁的秦皇说道 的确很强大 不愧是天庸城的城主 不过就这种实力 还没有到让我逃跑的地步 秦皇云淡风轻地摇了摇头道 我知道一人 比他更加强大 这人是谁 秦虎问道 父亲 不要管天庸烈了 我们只需专心 对付那些冲过来的敌人就行 尽量减少伤亡吧 不过也不要太手软了 我们不杀别人 别人也要杀我们 历史上 每一次的变革 都会带着流血牺牲 秦皇知道 灵霄会对付天庸烈的 他现在的任务 就是守住秦家的营地 投降吧 秦虎 秦皇 你们妄图 靠着几个四域九届的废物帮忙 就夺取我的位置吗 简直痴心妄想 天庸烈冷笑道 废话少说 要杀就杀 何必嘴上说个没完 秦皇吼道 好 很好 你们先不要动 我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 天庸烈不让手下动手 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属下 因为他此时 已经开始拍打身后的金黄色双翼 那一瞬 狂风肆虐 天地之间鬼哭狼嚎 无尽的疯狂朝着秦家的营地刮了过去 宛若风之猛兽 狂风吹过 地面整个都好像被掀了起来 黄沙漫天 绿洲的植被也被连根拔起 风暴凝聚而成的魔龙 要将秦家整个一口吞下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29章 永恒神国的观战者 作者 千里牧尘 保护弱者 秦虎一声大喊 急忙护住了自己的妻子 其余人 也都去保护身旁的人 不过 就在此时 他们的身前出现了一道身影 身上穿着猙獰的铠甲 宛若一只人立得不死鸟 那是谁 天庸城的所有人 都产生了同样的疑问 父亲 那就是四域九届的最强之人 灵霄 好好看着吧 他是如何将天庸烈击败的 秦皇站在那里 兴奋地看着灵霄 从一开始只是佩服 到如今的崇拜 其实只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已 他亲眼见证了 这个少年的崛起 只见灵霄轻轻将手一扬 大地开始冰封 狂风开始不断减弱 一条冰霜神龙咆哮着 从虚空之中爬了出来 狠狠地撞击在风暴凝聚的魔龙身上 下一刻 魔龙竟然也被冻住 原本肆虐的狂风 请客间全部停止 紧接着 灵霄右手逆神剑刺出 八道剑光 瞬间便粉碎了被冻结的沙暴 原本天昏地暗的景象 在那一刻重新恢复了秦明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灵霄 霸天帝国天帝陛下 统御四玉九届的最强之人 天庸烈 你作为天庸城城主 想要霸占我四玉九届 多余的废话就不说了 可敢与我一战 说了 我便让出四玉九届 赢了 带着天庸家的人 滚出四玉九届 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比起莲华大帝 灵霄对天庸烈的仇恨 并没有那么严重 只要天庸烈愿意离开 他可以不下杀手 言霸 他腾空而起 朝着上千米的高空而去 他与天庸烈的战斗 必然激烈无比 太靠近地面 可是会殃及其他人的 这样正好 天庸烈也不想浪费太多精力 去对付四玉九剑 如果干掉灵霄 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 那岂不是更加直接 早听人说起你的大名了 不过是否有传言中的那么强大 就让我来试试吧 你既然如此想要方便于我 那我岂有不接受的道理 不过 你我之间的战斗 与秦家无关 秦家 我依然要灭 你们听着 发动进攻 将秦家人斩杀干净 地面上的战斗 在天庸烈一声令下便开始了 不过 灵霄看都没有多看一眼 他现在的目标 就是击败天庸烈 至于其他的 他不用关心 月芳华 冷媒 小金 龙晨 秦皇 包括拥有九龙护体的 鸡鸣空 这些人都值得他信任 而且都强大无比 天庸烈的手下 想要灭了秦家 或许比杀了他还要困难 搜搜 两道光芒窜上天空 停留在了一千米左右的地方 这是最强者之间的一场争斗 不管说多少话 都无济于事 到最后 还得用拳头来决定 谁才是赢家 谁赢了 谁就能掌握四玉九剑 此时此刻 谁都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出现了四个人和一匹马 如果灵霄看到他们的话 就一定会惊讶地发现 这四个人 他曾经见过 当初在第一次抵达紫灵小国的时候 他还不认识紫千叶 而紫千叶却在大街上 迎候这四个人 宿孟真 孙盛 朱能 沙海 后来这四人离开了紫灵小国 便杳无音讯 在后来 灵霄来到三千圣城的时候 才又再次听到了 这四个人的名字 并且知道 他们是来自永恒神国的强者 那个时候 灵霄是非常惊讶的 也是第一次知道 永恒沙漠之中 存在强大的生命 四个人就站在那里 然而别人却看不到 包括强大的灵霄和天雍烈 都没有丝毫的觉察 足见他们的恐怖 大师兄 你看谁能赢啊 朱能笑着问道 天雍烈对昆蓬五魂的掌控 非常厉害 能够操控天地之间的风元素 这使得他 不仅拥有强大的毁灭之力 而且速度快到惊人 灵霄这小子 我还有印象 第一次见到他 还只是个不起眼的角色 不过那个时候 就看出他那不服输的镜头了 而且 他似乎是兽神武者吧 而且已经掌握了兽神之体 他能击败莲华大帝 就足见他的强大 我推断 他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孙圣一番分析之后说道 我与大师兄的看法不谋而合呀 这个灵霄 真得有价值 接引到永恒神国去 师父您说是吧 朱能看向肃梦珍问道 有没有资格 这一战之后就知道了 别忘了 我们的任务 就是为永恒神国寻找种子 总有一天 可以真正抗衡古族的种子 肃梦珍淡淡道 是啊 四玉九界上天才还是不少的 有些种子自己无法觉醒 也被我们找到了 这段时间 送到永恒神国的种子 也超过一百个了吧 其中不乏天资超越那个灵霄的 只是没有灵霄那种奇遇罢了 好像那个明霜 还有东黄月 都跟灵霄有密切的关系 朱能点头道 肃梦珍这次没有说话 而是静静看着不远处的战斗 尽管能量的冲击强大无比 可是到了他们身前 就会被轻易化解 或许是看得太过关注了 那一瞬 灵霄猛然看向了这个方向 不好 他竟然发现了 肃梦珍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不过灵霄看了一眼 就扭过了头 应该是没发现什么 这小子 肃梦珍不得不更小心一些 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秘密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被发现了 那可是有些丢人啊 灵霄与我对阵 你还敢到处乱看 真不把我当回事啊 天空之中 天庸烈的声音 透着几分愤怒和肃杀 灵霄能明显感觉到 这家伙体内 有一股非常恐怖的力量在运转 每一次的运转 周遭的风元素都会涌入他的体内 让他变得更加恐怖 这股力量可是极为恐怖的 而且是在空中战斗 只要随意操控气流 就能让敌人手忙脚乱了 灵霄选择在天空战斗的原因我能理解 可这真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沙海摇了摇头道 天空几乎就是天庸烈的主场 他若连天庸烈都无法战胜 也没资格前往永恒神国了 孙圣淡淡道 大师兄你对他要求也太高了吧 他的资质 即便在我们选择的那一百多个种子里面 也是排在前面的 不带去永恒神国 可惜了 朱能苦笑道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五千零三十章 鬼诈狡猾的灵霄 作者 千里牧尘 孙圣没有说话 只是盯着灵霄 盯着那场战斗 灵霄 你要怎么应付 灵霄此时完全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 强大的天庸烈 仿佛在他眼中根本不存在一般 此时的他 反而想的是 方才一瞬间感受到了那股可怕 而熟悉的气息 究竟是什么 虽然一闪即逝 但他相信自己 没有感觉错 绝对有人站在那里 盯着他 肃梦真吗 灵霄喃喃自语 这股气息 他可一直记着呢 如果肃梦真 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或许会忘记 可这师徒四人 从一开始出现 就非常特别 也就被灵霄深深地刻印在脑海之中了 算了 暂时不管了 反正他们没有恶意 先战胜对面的家伙再说吧 灵霄从肃梦真的气息中 并未感受到恶意 而且 就算对方有恶意 他似乎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太强了 只是一瞬间的感觉 就告诉他 绝对不可能是这家伙的对手 眼看天庸烈就要发飙 灵霄终于抬起头说道 动手吧 看起来 我必须得 把你尽快击败了 不然的话 说不得还要发生什么变故 最近发生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灵霄也变得晋升了不少 看起来你想要着急去死啊 罢了 我成全你就是 天庸烈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说起话来 也是居高临下 似乎完全没有把灵霄放在眼里 不过也是 他的鲲鹏武魂 在太古时期 那也是不亚于神龙的可怕巨兽 翻江倒海 吞云吐雾 团伏摇而上 折九万里 如此强势的巨兽 就算已经变成武魂 也将这些特点继承了下来 使得天庸烈自信无比 话说得太满了可不好 站过 才知道谁更强 灵霄右手 依旧握着逆神剑 左手此时 却多了一把赤血魔剑 血色剑芒在虚空中游走 瞬间化作万道剑芒 杀向了天庸烈 在那一刻 灵霄就主动出击了 天地之间 完全被血色的剑芒笼罩 使得对方的速度 似乎都变成了鸡肋 完全无法施展开来 自从灵霄突破到 神体静武虫修为以来 赤血魔剑不仅威力提升 而且还得到了新的能力 自身的剑灵也觉醒了 昔日灵霄的东圣魔剑 和东圣神剑之中 就拥有剑灵 而今赤血魔剑 也觉醒了剑灵 被灵霄称之为血魔皇 血魔皇拥有自己战斗的能力 与逆神剑之中的饕餐 是一样的 只要灵霄掌控赤血魔剑 就永远不会背叛 由血魔皇衍生出来的技能 也出现了 这一招万剑血流 便是其中一招 万剑血流的厉害之处 就在于覆盖范围极为恐怖 甚至能够将对手的神员气息斩灭 还可以影响对手 汲取天地灵气的能力 天庸烈妄想控制风元素 但被万剑血流影响 切断了大部分风元素的联系 想法是好的 可惜你这一招速度太慢 我的速度 是你根本无法想象的 再见了灵霄 死了之后也不要忘记 是谁杀了你 万剑血流施展出来的一瞬 天庸烈就已经动了 背后金黄色的羽翼轻轻颤动 上面流转着古怪的皱纹 那一刻 天地之间的一切 似乎都瞬间变得缓慢了起来 这已经非常接近灵霄的时间静止了 只不过 天庸烈是因为本身速度太快 所以才导致了周围的一切 显得非常缓慢 天庸烈说话的同时 人竟然已经出现在了灵霄的身旁 而后 风锐如同昆蓬的爪子 猛然抓向了灵霄的脑袋 真得快 快到了极致 纵然是一向以速度自傲的灵霄 也感觉到非常震撼 虽然从一开始 灵霄就释放了紫神血煞阵图 但即便是纵地金光树 似乎也躲不开对方的攻击 因此 灵霄放弃了 师父 要不要救人啊 这小子 死了可惜了 猪能看到这一幕 急忙问道 慌什么 他要是那么容易死 又怎么可能击败莲花大帝 别忘了 那小子可是能够掌控时间法则的 这一点 咱们都做不到 孙圣淡定地说道 他话音还未落下 天庸烈那恐怖的爪子 就已经抓住了灵霄的脑袋 碰 灵霄的脑袋整个被捏爆 化为积粉 他整个人也在一瞬间化为散乱的神源 显然 这不是真正的灵霄 只是幻影而已 不好 天庸烈捏碎残影的一瞬 就感受到了非常不妙的感觉 这残影之中 竟然有一张灵符 一张足以引动天雷地火的恐怖灵符 闪 天庸烈惊讶于 灵霄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居然都能做出这种安排 但他也来不及多想 身形一纵 就朝着远离灵霄的方向飞去 这张灵符 虽然不足以将他轰杀 但却绝对可以让他受伤 一旦受伤 那在接下来的战斗之中 必然会落在下风 原本按照他的思路 即便灵霄能够利用幻影分身 来躲避他的攻击 可是幻影之中 也存在灵霄的神缘 他可以靠着这神缘 请客间找到灵霄本体所在的位置 但谁能想到 灵霄这家伙 居然在幻影之中 藏了一张引爆用的灵符 真得是诡诈狡猾 那么灵霄去哪了 想到这里 天庸烈的脸色 瞬间变得非常难看 等他再去找灵霄本体的时候 耳边已经传来的冰冷的声音 生死对决 可不是切磋 不要妄想 别人都按照你的套路来 声音响起的一瞬 剑光疏然而至 恐怖的逆神诀爆发 八道剑光 同时笼罩了天庸烈 不给天庸烈任何喘息的机会 原来灵霄使用圣须魔影之后 又用了银巫者形态 来到了天庸烈的身侧 如果天庸烈选择撤退 他自然会发动攻击 如果天庸烈不撤退 那么灵霄自然也会引爆 他也可以痛打落水狗了 这灵霄 是从莲华大帝那里弄来的 能够提前击败莲华大帝 真得是太好了 不然 面对速度惊人的天庸烈 还真是有些麻烦 这一刻 灵霄的轨迹得逞 八道剑光 已经接触到了天庸烈的头颅 要将天庸烈置于死地 不是灵霄非要杀这家伙 关键这家伙太强了 稍微手下留情 就可能会把自己给坑了 灵霄的算计鬼诈难防 使得天庸烈陷入到了非常危急的窘境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31章 不败之地 作者 千里牧尘 若论实力 天庸烈与灵霄不相上下 若论速度 他比灵霄更快 然而 若论阴险狡诈 若论下手狠辣 他与灵霄是没有可比性的 一瞬间的诡诈计策 根本不给对方思考的时间 紧接着便是灭杀之招 要令对方彻底死去 看到这一幕 就连肃梦真都吓了一条 这家伙 或许天赋 不是那一百多个种子里面最厉害的 但若论战术的运用 诡诈的变化 却是绝对无人能及 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恐怕无人是他的对手 我终于明白 他为什么能活到现在了 为什么能击败莲花大地了 这家伙根本就不是人 他是个怪物 肃梦真难难自语 走遍了四玉九剑 灵霄是第一个被他称之为怪物的人 以前有人称呼他为怪物 可在他看来 灵霄才是真正的怪物 这世上天才很多 但怪物却很少 不过 他也不会那么容易取胜的 天雍烈能成为城主 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击败的 灵霄 你还会给我什么惊喜呢 肃梦真笑了笑 再次看向了战斗的双方 逆神爵八字式的威力 强大无比 配合逆神剑的效果 更是能瞬间将天雍烈斩杀 偏天雍烈 又不像莲华大帝那样有很多条命 一旦死了 就是真得死了 这几乎是必死之局 但天雍烈的脸上 除了片刻的震惊之外 瞬间就变得冷静起来 仿佛破局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此时的剑光已经刺破他的护体神源 眼看就要刺入头颅之中 本来不可能有化解的方法 但他就可以 因为他是天雍烈 天雍成城主 无聊的把戏 天雍烈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那一瞬 背后的巨大昆蓬 居然化作了巨昆的模样 昆蓬这种太古巨兽 本来就有两种形态 遨游深海 便是昆 傲笑九天 便是蓬 大蓬状态下 他可以操控风元素 巨昆形态下 他可以惊吞一切 几乎是一瞬 灵霄的八道剑光 竟然消失不见了 被诡异的漩涡 完全扯了进去 宛若巨昆水一般 场面着实令人惊叹 有趣 灵霄笑了笑 虽然昆蓬武魂的名气我 很早就听说过了 也知道昆蓬有吞噬天地元气的能力 不过 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 今天 我明白了 可是 你想要炼化我的剑气 小心消化不良 灵霄心中暗暗冷笑 是不是很失望吗 绞尽脑汁才想出来的办法 结果却功亏一篑 所以说啊 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根本什么都不是 接下来 你也该去死了 说话间 天庸烈的身体再度消失 下一个瞬间 已经到了灵霄的身后 风锐的爪子再度袭来 恐怖阴森的感觉 庞大的巨兽 从背后偷袭一般 那种感觉 就像是置身于阴森恐怖的地狱之中 被黑漆漆的锯口 是要神缘无敌阵图 灵霄脸色不变 操控神缘念力 释放阵图 金黄色的光芒 瞬间笼罩了灵霄的全身 那风锐的爪子袭来 竟然无法寸进 被阻挡在神光之外 他的武魂阵图 有些特殊啊 绝对不是一般的武魂阵图 难道他不止一个兽神武魂 朱能咒没到 传言只说他是兽神武者 但兽神神位的等级 以及兽神武魂的数量 还不清楚 不过这一招 确实防御力极强 沙海解释道 天雍炼 若是你实力比我强很多 兴许能击碎我这武魂阵图 但很可惜 你的实力与我相当 所以 你的攻击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破开 我的神缘无敌阵图 很失望吧 哦 也不是完全不能 如果你选择自爆的话 以你体内蕴藏的能量 或许也可以轰开这金黄色的光芒 只不过 你会舍得牺牲自己 来杀死我吗 灵霄讥讽道 我伤不到你 你同样也无法攻击 这有意思吗 天雍炼 骤霉道 谁说我无法攻击来杖 神缘无敌阵图的防御 只是其中一个效果而已 接下来 就让你开开眼吧 神缘出阵 随着灵霄的吼声响起 一头巨大的金刚神缘 猛然在阵图之中出现 手中持金色的千军棒 朝着天雍炼 猛然砸了出去 天雍炼可是个高手 所以 他的眼力也不差 意识到这千军棒的恐怖 他立即选择了闪避 身体瞬间消失 绕着神缘 无敌阵图狂飞了起来 金刚神缘的千军棒 追在他的后面 砸得空间碎裂 元素崩坏 形成了一圈恐怖的巨像 不过始终没能追上天雍炼 灵霄 你的攻击速度 真的是太慢了 就凭这个 你根本不可能伤到我 接下来 该我的反击了 你就躲在乌龟壳里别出来吧 让我看看 你的乌龟壳 到底能经受多少次的冲击 天雍炼的身影 飘忽不定 因为速度太快 以至于天地之间 看起来都是他的残影 没到一个地方 那里都会蓄积强力的风暴 风暴之中 酝酿着天雷之力 天空中 突然出现了成千上百个巨大的雷球 疯狂的雷球 伴随着狂风 冲向了灵霄 在神员无敌阵图上炸裂 尽管金刚神员依然在攻击 可是却碰触不到天雍炼 而狂暴的雷球落 在神员无敌阵图之上 也被削弱了大部分的能量 最后击中灵霄 也无法造成任何伤害 反而成为了灵霄提升实力的能量 两个人似乎陷入了僵持阶段 谁也奈何不了谁 一个防御惊人 一个速度惊人 都可以让自身立于不败之地 还真是精彩的战斗啊 这一次决定观战是正确的 朱能笑道 不过这样的话 两人要分出胜负 可就难办了 一个金刚不坏 万法不欺 一个速度惊人 难以捕捉 就看谁先把神员消耗光吧 倒也未必 孙圣摇了摇头道 灵霄不会继续这样下去的 这小子诡诈狡猾得很 他不会眼睁睁看着势态 朝他不利的方向发展 一定会想别的办法吧 说实话 我真有些期待 这小子下一次战斗的时候 又会用什么诡计 孙圣其实已经绞尽脑汁 想过灵霄的应对之策 只可惜他想不出来 所以接下来 依然只能是看灵霄怎么出招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32章 操控战局的能力 作者 千里牧尘 这一次 我就不能同意大师兄你了 天庸烈 无论修炼时间还是年龄 甚至修为 都超过灵霄 论神员 他肯定更加浑厚 再加上修为 比灵霄足足高出两个境界 他在想用那些计谋 怕是不做效了 战斗毕竟还是实力之争 阴谋诡计 只是不入流的技巧而已 不入流吗 孙胜笑了笑 直接一巴掌拍在朱能的脑袋上 呆子 你说的那个 前提是 灵霄只是普通的神体 竟五重五折 可惜他不是 他是个怪物 你大师兄说的对 灵霄要开始反击了 肃梦真突然道 这家伙 或许从一开始 就给天庸烈下了个连环套 什么意思 朱能刚问出这句话 忽然那边金刚神员 突然将手中的千军棒扔了出去 扔向了一个明明无人的方向 下一个瞬间 虚空之中传来一声惨叫 天庸烈从那个方向出现 并且 嘴角还挂着血迹 他受伤了 这 这怎么回事 朱能整个人都梦了 这小子 厉害啊 孙胜泽则称道 大师兄 别卖关子了 快告诉我他怎么办到的 天庸烈速度那么快 漫天都是残影 他应该根本就 无法判断出对方的位置 即便判断出来 也无法锁定吧 朱能急了 其实很简单 有些时候 优点或许反而是缺点 方才天庸烈 吞掉了灵霄的剑气吧 你以为他的剑气 就那么好吞啊 厉害的剑修 每一道剑气之上 都会附着自己的神石 天庸烈吞下那剑气 虽然不会有什么伤害 可如果灵霄的灵魂力 足够强大 他就能瞬间感应到 自己的神石 继而锁定天庸烈的位置 那天庸烈根本没想到这一点 自然中招了 孙胜解释道 不可能吧 你是说 从一开始 灵霄那家伙 就想到了这一步 朱能张大了嘴巴 实在无法理解 这些怪物的想法 可能的 应该说肯定是 只要知道了 对方是昆蓬武魂 对于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来说 自然知道 昆蓬武魂 有两种形态 天庸烈会吞噬剑光 也是灵霄提前算好的 孙胜道 不 不是算好 是设计 是操控 利用自己的技巧 让事态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 这比单纯的算计 更加可怕 灵霄这家伙 他不是等待机会 而是自己给自己创造机会 哪怕你一丝一毫的破绽 都没有 他都会引得你暴露破绽 肃梦真感慨道 天庸烈自 以为聪明 其实一直都在按照 灵霄设定好的剧本 再走 这太可怕了 这小子 连我都感觉有些忌惮 兽魂融合 被击伤的天庸烈 恼羞成怒 终于选择了兽魂融合 那一瞬 他的外形变化很大 身高也长到了五米左右 攻击力大幅度提升 速度也并没有减慢 防御力更是惊人 师父 这总不该是灵霄的剧本吧 朱能问道 谁知道呢 现在还看不出来 灵霄这家伙在想什么 不过我感觉 他似乎就是要天庸烈 选择兽魂融合 天庸烈又乖乖地听了他的命令 速梦真淡淡道 师父 你一定只是开玩笑 朱能笑了笑 感觉心头都有些抽搐 他的实力强大无比 甚至一只手就能拍死灵霄 但还是对灵霄这家伙 产生了恐惧感 哄 兽魂融合之后的 天庸烈发了风一般 轰向了神源无敌阵图 金光笼罩的无敌阵图 猛然颤抖了一下 虽然没有破碎 但能感觉到光芒暗淡了许多 比想象中的还要强呢 不过 还不至于超出我的预料 灵霄感受到 神源无敌阵图之上传来的信息 阵图完好 只不过神源消耗极大 当然 这对灵霄来说 倒不是什么问题 以他的神源总量 再加上潜能 即便是以这种猛攻 也能支撑半个小时吧 半个小时 怎么战斗也该结束了 真以为 我没有克制你速度的办法吗 龙神寒冰阵图 之前就阻止过天 雍烈风暴 袭杀秦家的阵图 再度施展出来 一瞬间 战斗的空间温度 急剧下降 就算天雍烈强大无比 面对这急剧下降的温度 速度也会下降 还没完呢 再来一个更好玩的 牛神天雷地火阵图 龙神寒冰阵图之后 又是铺天盖地的天雷地火 笼罩了整个空间 即便天雍烈速度再快 可是遭遇到低温冻结 遭遇到天雷地火阻结 它的速度也会慢下来 这是毫无疑问的 尽管同时开启四个阵图会 加速神渊的消耗 但灵霄还有极品灵石可以补充 消耗得起 天雍烈的残影 一个个碎裂 终于现出了真身 此时的天雍烈 就好像在玩一个重重阻碍的游戏 只不过 这个游戏难度太高了 简直就是地狱难度 几乎没有可以躲避的空间 它速度慢下来之后 企图再度加速 可是连锋元素都被冻结了 它根本快不起来 你这只老鼠 没了速度 还有什么危险 我看你还怎么躲避我的攻击 灵霄冷笑一声 全力发动攻击 右手逆神剑释放逆 神觉八字式 八道剑光破空而去 左手赤血魔剑 化身血魔皇杀了过去 破须之力在同时启动 超脱虚空的力量 瞬间抵达天雍烈的身前 与此同时 灵霄还是用了灵魂秘法 黑莲宝光 四种攻击 同时释放 只为能够将天雍烈的逃跑路线 全部封住 或者 逼迫初天雍烈的底牌 四种攻击 虽然同时发出 但方式却完全不同 逆神觉是纯粹的剑气攻击 锋锐无比 可以当先锋来使用 破敌锐气 血魔皇则是几乎肉眼难辨的 一道血红色的剑气 令人防不胜防 破须之力 超脱虚空 则没有距离的限制 发招的瞬间就能抵达 让对方无法躲避 虽然威力差了点 但这只是为了防止对手逃跑 至于黑莲宝光 那可是灵魂秘法 是专门针对灵魂的攻击 是 超脱虚空首先得手 没了速度优势 天雍烈瞬间中招 肩胛骨被瞬间穿透 不过此时 天雍烈已经做出了反应 昆鹏扶摇九万里 从此沿路无敌手 昆鹏杀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33章 昆鹏杀 作者 千里牧尘 天雍烈感受到了危机 所以他将隐藏起来的底牌 提前暴露出来了 昆鹏杀 听起来并不炫酷的名字 但是威力却极为强大 那一瞬天的灵气 从天雍烈的身体之中涌出 发出了昆鹏的嘶鸣之声 肃杀之气 震得天地都开始颤抖 而后 这巨量的天地灵气 与天雍烈体内神源结合 形成了一只巨大的昆鹏 扑击了出去 逆神剑的八道剑光 完全被阻挡 甚至粉碎 血魔皇也被昆鹏之上的 风之力碎裂 就连黑脸宝光也受到了影响 虽然还是对天雍烈的灵魂 造成了一定伤害 但大部分的伤害 都被这昆鹏杀给消磨掉了 最可怕的是 这攻击并未到此结束 昆鹏张开锯口 成惊吞之势 竟然一口将灵霄吞了下去 这边是昆鹏杀 天雍烈最可怕的底牌之一 好恐怖的杀气 若是换了一般神体 进七重巅峰的武者 恐怕都已经被撕裂了吧 不过对我来说 却没有多大意义 毕竟我的身躯 如今已经达到了精品帝王气的程度 生成十一道龙文 更何况 有神源无敌阵图 金刚不坏 万法不清 这攻击虽然凶悍 却也奈何不得我 灵霄心中冷笑之时 无尽的杀戮之气 不断轰在神源无敌阵图之上 壮的神源无敌阵图 都扭曲变形了 不过即便如此 阵图仍旧没有毁坏 但长此以往 也不是办法 所以灵霄铤而走险 逆神剑刺出神源无敌阵图之外 饕铁张开血盆大口 将那昆鹏之气吞了进去 昆鹏有精吞的能力 饕铁的能力却更强 一时间 昆鹏之气被逆神剑吸收了得干净 那一瞬 逆神饕铁的战斗力暴涨 已经相当于普通神体 竟七重巅峰强者的程度 咬它 灵霄手中逆神剑化作逆神饕铁 扑向了刚刚释放完绝招的天庸烈 此时的天庸烈 正处于虚弱状态 根本来不及反应 再加上之前灵魂受创 就更加严重 逆神饕铁 请客间已经到了天庸烈身前 挥舞巨大的爪子拍了下去 轰隆 整个空间都被这爪子撕裂开来 暴虐的力量完全罩住了天庸烈 我的速度虽然不如你 但也不慢 而且论手段的多样性 你可没法跟我比 逆神饕铁 废了它 碰 逆神饕铁的爪子 重重砸在了天庸烈的身体之上 将天庸烈 从上千米的高空 直接拍飞到了地面之上 此时 地面上的战斗 也正在进行 秦皇等人的强大 远远超出了天庸成舞者的预料 他们死伤很多 可是对方到现在为止 仍然没有一个人受伤 这种巨大的差距 让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信心 这个时候 再看到天空坠落的天庸烈 一个个眼睛都瞪成了铜铃 不可能 不可能 城主怎么可能会输给四玉九界的舞者 这绝不可能 虽然事实就摆在眼前 可是这些家伙 仍然不肯相信 不过也是 天庸成城主 又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败亡呢 逆神饕铁的战斗力 虽然很强 但终究是不如灵霄本身的 天庸烈被重伤 却没有死 他吞下了伤用的丹药 身形突然消失 因为此时已经脱离了龙神寒冰阵图的范围 也就不受影响了 蠢货 你以为你受了伤之后 速度还能比我更快吗 圣虚魔影 杀 灵霄算是的 势不饶人了 施展圣虚魔影 瞬间就追到了天庸烈 两人从地上 又打到了天上 每一次天庸烈消失 灵霄都会从虚空之中 将它揪出来 此时此刻 灵霄的速度竟然比天庸烈还要快一些 而且身法更加诡异 可恶 真到我怕你啊 天庸烈被追得极为狼狈 突然回头一爪子拍了出去 正中灵霄的逆神渐渐尖 爪子与宝剑的碰撞 引起了一阵可怕的轰鸣 之后 双方连续碰撞上百次 轰鸣声宛若春节的鞭炮声一般 连绵不断 天庸烈手上的找子自然 也是十道龙闻帝王气 只可惜 灵霄的逆神剑一点 都不逊色于这对铁爪 这上百次的碰撞 虽然看起来旗鼓相当 可是灵霄不管是灵魂还是身躯 都比天庸烈要强健 结果就是 天庸烈伤势更加严重 灵霄却没有什么事 天庸烈知道 如此持续下去 恐怕不妙 转身就想再逃 只可惜已经晚了 被我的嗜血鼠疫 感染了这么长时间 你以为会一点事情 都没有吗 嗜血鼠疫 集中爆发 灵霄冷笑一声 正好逃跑的天庸烈 浑身突然爆裂起来 虽然每一次的爆裂范围 都很小 可是一连串的爆裂下来 它全身上下 几乎没有一处是好的了 这一次 我看 你还怎么抵挡 血魔皇万剑血流 赤血魔剑刺出 万道血色的光芒 笼罩了重伤的天庸烈 天庸烈在凄厉的惨叫声中 被这血色的剑光 射成了马蜂窝 就连灵魂也被射穿了 那场面 可是真够凄惨的 天空中的惨叫声 明显影响到了地面上的战斗 看到天庸烈惨死 天庸城的舞者 很多都失去了斗志 当然 一部分天庸烈的死忠 却更加愤怒了 叫嚣着 要为天庸烈复仇 对于这部分人 灵霄自然是没什么可同情的 老大都结束战斗了 咱们没必要这么不运不火了吧 虽说老大 想要尽量避免伤亡 不过这些天庸烈的死忠 终究是个祸患 赶紧处理了他们吧 小金说完话 骤然化作巨大的金屋 扑入人群之中 烈火翻滚 人们才意识到 这个家伙 一直都没有发挥出全部的实力 好主意 我也来 龙尘摇身一变 化作巨大的黄金巨龙 恐怖的龙溪 不要钱一般释放出去 看到这一幕 即便是那些天庸烈的死忠 也意识到了绝望 不等冷眉 月方华发狠 战斗就已经基本结束了 这些种子还真是不错呀 将来肯定会成为我们永恒神国 对付古族的关键 朱能看到这场战斗接近尾声 不由感慨道 是啊 就是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听咱们的 一起前往永恒神国 沙海道 会的 他们都是有野心的小子 自然会去 四域九界对他们而言 不过是个小小的舞台而已 肃梦针双手合时说道 本章完 霸天舞魂 第五千零三十四章 你们被选中成为种子 作者 千里牧尘 天庸烈一死 这场战斗 基本上就算结束了 天庸城的强者们 原本从未把四域九界的舞者当回事 可是这一战 让他们变得惊恐无比 他们心目中的蝼蚁 如今比他们还要强大 秦皇 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了 我要去见几个人 灵霄说完话 便转身离去 到了方才战斗时 感受到可怕气息的地方 才停了下来 小金 龙尘 月芳华 冷眉 鸡鸣空 就站在远处观望着 灵霄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这些窥视着是敌人的话 那他也只能一拼了 出来吧 几位 都是熟人了 不用这么躲躲藏藏吧 站在那里 灵霄淡淡说道 这小子真行 居然当真 发现了咱们 朱能第一个显露真身 师父说他刚刚就发现咱们 看来并不是说谎 沙海也现身了 紧接着便是没有言语的孙圣 和一副高人模样的宿孟真 以及一匹通体银白的马 这四人一马站在那里 就那么静静地站着 没有释放出丝毫强大的气息 可是却给人一种非常恐怖的压迫力 远处的小经纪人 甚至已经显出了战斗形态 这是他们对危险的第一反应 灵霄也有些感慨 如果这师徒四人真的要动手 他们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可能是对手的 幸好 看起来对方并没有恶意 自己的判断并没有错 没想到都过去这么久了 施主竟然还记得我等 让你那几位兄弟姐妹 无需紧张 我们在这里 只是要传句话 不会动手的 宿孟真淡淡笑道 灵霄朝远处挥了挥手 是一小经几个人 收回攻击形态 倒不是因为 他相信宿孟真 而是觉得 即便战斗也没有用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 是这四个家伙的对手 毫无疑问 宿孟真来自永恒神国 他的实力强大无比 他的三个徒弟 也没有一个会是弱者 灵霄很清楚 自己目前能够在四域九届称霸 但永恒沙漠对他来说 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 一个强者云集的地方 曾经那些四域九届失踪的天才和强者 很有可能就是去了永恒神国 大师可是永恒神国的舞者 灵霄问道 你倒是一点都不紧张 孙圣淡淡道 紧张又有何用 你们要杀我 还不是一如反掌 灵霄笑道 倒是个明白人 不错 我们仕途四人 都是来自永恒神国的 说起来 你们四域九届 也就是永恒沙漠的 一个绿洲而已 永恒沙漠的绿洲 千千万万 舞者更是不计其数 但顶点只有一个 那就是永恒神国 孙圣代替宿梦 真回答道 也不瞒你们 我们仕途四人的任务 就是到四域九届寻找种子 种子便是被我们看上的天才 与我们一样 前往其余绿洲寻找种子的 还有不少 听到这里 灵霄忽然明白了 以往 四域九届 也出现了一些 精彩艳艳的天才 然而 这些人最后都是神秘失踪 就没有几个真正成长起来的 这也就是四域九届的顶尖高手之中 是那些老家伙的缘故吧 你是个聪明人 我就不废话了 你和小金 龙臣 岳芳华 冷眉这五个人 被选为种子 可以前往永恒神国 继续深造 学习更强的舞蹈 也可以继续提升实力 孙圣继续道 这是好事 不过恐怕暂时 我不能跟你们走 四域九届刚刚安定下来 现在还是满目疮痍 甚至有些人还在暗中作恶 我身为四域九届的共主 霸天帝国的天帝陛下 必须得处理好这些事情 灵霄一早就决定 前往永恒神国了 所以 这个事对他来说 肯定是会答应的 只是他不想如此仓促过去 无妨 我们只是 选拔种子的人 如果你们同意 那么一个月时候 会有永恒神国的使者 前来接你们前去 我们也该回去复命了 肃梦真笑着说道 一个月时间啊 还真是挺胆的 不过好吧 一个月 应该可以处理好很多事情了 灵霄点头道 那么 告辞了 记住 一个月之后 永恒使者回来接你们 肃梦真说完话 便带着自己的徒弟离开了 看似走得很慢 然而片刻 就已经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 这可是极为高明的 缩地成寸秘法呀 你们几个都听到了吧 怎么想 灵霄看向月方华等几人问道 还有什么好想的 不是说好了 一起闯荡了吗 永恒神国必须得去 小金笑道 对 咱们在这里 恐怕也无法继续提升了 只有打开通往永恒神国的道路 四域九界的法则 才会慢慢转变 这里的高手 也会越来越多吧 龙晨也道 问题是 我听说永恒神国并非铁板一块 方才那四人代表了哪一个势力 我们是不是就没得选了 月方华昼没道 这个问题 不用考虑太多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顺利抵达永恒神国 到那里之后 再想以后的事情 毕竟咱们对那里都不了解 纵然现在想法一大堆 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灵霄笑道 那么就决定了 处理完这边的事情 就一起出发 在他们这边商量事情的时候 秦皇已经控制了局面 由于天庸烈的死忠 基本都被消灭 剩下的人都愿意效忠秦家 秦皇也被推举为新的城主 天地陛下 天庸城百万舞者 愿意听从您的调遣 秦皇是故意这么称呼的 他要让天庸城的舞者知道 灵霄在四域九界 是什么地位 也要让天庸城的舞者明白 他和灵霄是什么关系 否则天庸城这些舞者 一旦做出不尽的事情 再处理就麻烦了 这样吧 天庸城绝对不能轻易丢掉 所以 我的意思是 你们可以暂居混乱杀海 这里人口比较少 有大片适宜居住的环境 我们最终的目的 还是夺回天庸城 那里是四域九界 通往永恒神国的唯一通道 绝对不能落在他人之手 灵霄已经想好了 这一个月时间 他要做的事情 可还有很多呢 他可要好好利用 只有把这边的事情 都处理妥当了 才能放心大胆地离开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五千零三十五章 不朽封碑 作者 千里牧尘 当灵霄等人 返回混乱杀海的时候 那十万四域九界强者 已经严阵以待 都放松些 我们赢了 只灵霄这一句话 就让所有人心中 压着的一块巨石落地了 人们像孩子一样 欢天喜地地庆祝了起来 灾难终于结束了 快 快将这个好消息传出去 让四域九界的黎明苍生 与我们一起欢呼 火王兴奋地吼道 不错 多派些人 尽快将消息传出去 安定民心 免得一些心怀不轨的人 暗中作乱 灵霄点了点头 传递消息的 信使足足有数万人呢 通过传送阵 往不同的地方而去 只一天时间 消息已经传遍四域九界 除了一些鸡脚嘎啦之外 大部分地区 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 那些站在门外 翘首期盼的人们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兴奋地又蹦又跳 亡灵天灾结束了 天庸城的清洗也结束了 简直跟做梦一样 而让四域九界得以安宁的 便是他们那无敌的天帝陛下 灵霄 以及天帝陛下身边的强者们 灵霄将天庸城的舞者 暂时安顿在了混乱沙海 他们还没有完全得到灵霄的信任 得由秦皇监督着 而后 灵霄便选择返回了黄金天域 那里是他真正崛起的地方 也是如同家一样的地方 更是如今霸天帝国 在四域九界的都城 有很多事情都要做 白夜帝尊的葬礼 以及那些在捍卫四域九界的战争中 牺牲的英灵们 灵霄为他们建立一座封碑 让他们的事迹广为流传 当灵霄等人抵达黄金城的时候 无数人都在城外等待着 甚至包括一些从未见过的陌生面孔 他们都是为了来朝拜天帝陛下 拜夜四域九界的英雄 当灵霄的身影 出现在他们视线之中的时候 亿万人的吼声响彻天帝 许多人激动得泪水直流 四域九界 不仅在这一次的战争中摆脱了灾结 更是空前的团结在了一起 相信 只要霸天帝国还在 以后的四域九界 就不会再发生大的灾难 灵霄 岳芳华 龙晨 冷眉 小金 这五个人走在一起 宛如灿烂的星辰一般 他们不仅是最好的朋友 生死战友 更是这一次战争的大功臣 灵霄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星辰 无论实力 胆识 还是计谋 都令所有人无比佩服 英雄回归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建造不朽封碑 刻在上面的第一个名字 就是白叶 白叶帝尊虽然死了 但是他的名字 必然在世间永远流传下去 此外 还有许多无名英雄 他们虽然没有灵霄那么强大 可是却也用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抗着亡灵天灾 这座不朽封碑 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祭奠 封碑是灵霄亲自都造的 上面布置重重法阵 无论刮风下雨 天打雷劈都不会毁坏 即便是天庸城主 那样级别的高手 也无法将其毁掉 建造封碑到祭奠结束 一共花了三天时间 四域九届的一切 已经渐渐步入正轨 霸天帝国正式接管这里 各种管理系统开始运转 霸天帝国有很多出色的人才 虽然他们实力或许不怎么样 但办这种事情 却已经是轻车熟路 在鸡鸣空的指挥之下 一切都井然有序 虽然四域九届的势力 都被保留了下来 不过黄金天狱 却成为了四域九届的顶点 黄金城更是成为 四域九届舞者的终极梦想之地 来到这里 你将拥有最好的资源 最好的导师 最好的前程 在我离开之前 召开第一届四域九届舞蹈大会吧 林霄对一旁的鸡鸣空道 这是对霸天帝国最好的宣传 也是凝聚霸天帝国天才强者的最好办法 除了那些希望隐世的人之外 相信会迎来很多厉害人物吧 分成三个年龄组的对战吧 五十岁以下 五十到一百岁 一百岁以上 只要能拿到每一组的前百名 都可以加入黄金城修炼 另外有特殊奖励 名次越朝前 奖励越丰富 第一名特别奖励 每人一件九道龙文帝王器 一套圣级功法 一颗足以让他们突破当下修为的丹药 另外 可以接受我的亲自指点一次 这是我给他们的奖赏 其余的 你去订吧 林霄想了想到 奖励如此丰厚 恐怕来的人会络绎不绝吧 鸡鸣空笑道 人越多越好 我不久之后就要离开了 总得给你留下一些 可以撑得住门面的人吧 林霄最后补充道 五道大会的规则什么的 我都不会去管 而且只有决赛之日 我才会去观战 这些都有劳你了 唉 自从跟随你 我不就一直是这样的劳累命吗 都习惯了 鸡鸣空做委屈状 叹了口气道 这位在所有人面前 都显得威严肃穆的女帝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主宰者 恐怕也只有在林霄面前 会表现出这种小女儿的形态吧 你准备去哪儿 鸡鸣空问道 我要带着芳华去旅行结婚 回羽化镇看看 如今的羽化镇 应该已经完全不同往日了吧 去看看家人 去故地重游 硝烟散尽 林霄也该完成自己 与岳芳华的婚事了 她对盛大的婚礼不感兴趣 岳芳华同样不感兴趣 他们更喜欢旅行结婚 在轻松的旅途之中 成为真正的神仙眷侣 鸡鸣空有点失神 不过片刻之后就恢复了正常 记住了 五道大会决赛的时候 一定要回来 不能让人们失望啊 放心吧 会的 林霄点了点头 然后就那样悄悄离开了 除了鸡鸣空之外 再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毕竟旅行结婚 是两人的世界 一路游山玩水 两人很快就开始了 林霄这一世梦的原点 羽化镇 由于当初林霄开启了西域通 往四域九界的通道 西域的法则也发生了改变 羽化镇同样在西域之中 变化也非常之大 镇子比以前大了足足十倍 感觉镇子里的高手 也是越来越多了 虽然这种高手在林霄看来 真得是不值一提 但比起当初林霄入室轮回的时候 强大太多了 乖弟弟 我就知道也会回来 太不够意思了吧 居然也不带上我 密林之中 窜出一道人影 不是林霄霄 又是何人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五千零三十六章 冒牌货 作者 千里牧尘 就知道你要跟来 林霄摇了摇头 其实一路上 他都知道林霄霄在跟着 不过这个姐姐还知道避开 不影响 他跟月芳华亲密 西西 当然了 离开也有几年时间了 一次都没回来看过 真不知道 家里人都过得怎么样了 林霄霄虽是笑着 但却忍不住 眼中飘着泪花 对这个林家 林霄霄的感情 可是比林霄更深啊 由于林霄的关系 羽化镇 林家 自然得到了特别的照顾 而且 羽化镇也是白虎大陆 抵达玄武大陆的第一个入口 林霄对这里影响可谓极大 刚进镇子 就可以看到 镇子重要树立着一尊雕塑 这雕塑很早以前就树立起来了 是为林霄专门树立的 当时林霄 只不过是统一了一个小国而已 比起西域的那些国家 也不过是弹丸之地的小国 雕塑明显经过了改造 变得比以前更大 更耀眼 所有来羽化镇的舞者 去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这雕塑附近 瞻仰曾经的英雄 林霄看着那雕塑笑了笑 询问了林家的位置 便找了过去 如今的林家 绝对是羽化镇最强大的家族 宅邸的位置 也是人尽皆知 走到林家宅院之外 林霄发现 里面非常热闹 门口也没有守卫 于是便走了进去 在林家新的演舞场上 他看到了很多人 这里正在举办一场比武大会 参加的 都是二十岁以下的少年舞者 林家的高层都坐在那里 微笑地看着演舞台上的少年们 看起来林家发展不错呀 连外星弟子都开始招收了 这样做很好 只有这样 才能不断提升家族的竞争力啊 林霄点了点头 并不准备打搅这场比武大会 正打算转身离开 他来这里 并不是要做什么 只是想看看 家人是否安好 人总有些牵挂不是吗 林霄 是你吗 突然 一个声音传来 林霄站住了脚步 他看向那个人 是个女孩 一身静装 长得清新脱俗 林若仙 林霄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人 当初他从羽化镇前往八仙郡 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就是林若仙 若非林若仙 他恐怕还要经历很多苦难 真的是林霄 林若仙喜极而泣 他可是把林霄当成亲弟弟一般看待的呀 当初林霄离开之后 再也杳无音信 今日突然看到 他怎么能不高兴 他的声音大了一些 引得周围的人 纷纷扭头来看 高台之上的那些林家高层 也都愣住了 比武大会 在这一刻 也被迫停了下来 林霄有些尴尬 本来不想惊动别人的 他打算去给父亲上坟 然后就悄然离开 重走一下当年的路 林霄这个名字 几乎就是一段传奇 羽化镇的小孩子 都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 每天都能看到 那雕塑 在城镇的中央 闪耀着光辉 今日居然能够见到真人 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你小子是什么东西 竟然敢冒充林霄天地 突然 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 是比舞台上的一个少年 约莫十七八岁的样子 这小子 大概是对林霄太过崇拜了 以至于觉得 眼前的人是冒充的 林冲霄 还不住口 零万岁瞪了那小孩 一眼喝道 林冲霄 林霄愣了一下 旋即笑了 这小子的名字 也是跟着他起的吧 祖爷爷 这段时间 冒充林霄大帝的人还少吗 绝对不能让这些家伙 玷污了林霄大帝的名声 林冲霄 还是个倔脾气 不过他这番话 倒是让林万岁也迟疑了 前段时间 就有个冒充林霄的家伙 在羽化镇坑蒙拐骗 还把几个黄花闺女给遭见了 至今仍然没有捉拿到犯人 所以说啊 这人太出名了 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啊 总有人会假冒 爷爷 他是真的林霄 林霄娇苦笑道 这世上 还真有感冒充他的 简直找死了 林霄没有说话 而是闭上了眼睛 神石一扫 身形突然从原地消失 几乎就是一瞬间 林霄的身影再度出现 手里已经提着一个人 宛若提着小鸡崽子一般 这种神仙手段 可真是把所有人都给吓傻了 你们说的 可是这个人 林霄问道 对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这家伙 冒充林霄大地的 林冲霄大声道 小子 你找死吗 老子就是林霄 你们敢如此对待老子 信不信我的手下 会把你们全都杀了 被林霄提在手中的冒牌货 应该是懂得什么易容之术 这张脸 还真的有几分像林霄 而且实力也不弱 竟然有神丹静一重修为 虽然这个修为 在林霄眼中只是垃圾 可在羽化阵 却并不弱 林万岁 也就是神丹静三重修为而已 已经是羽化阵最强了 林若先不能算 他是八仙郡的人 修为已经达到了神丹静六重 自从西域的法则 与四域九界一样之后 这边的舞者修为 可以说是非一般提升了 以前被压制 不过是因为法则的原因 如今 没了法则影响 提升之快 可不是四域九界的舞者能够比的 即便那样 基础太差 也得花很长时间 才能赶上四域九界的平均水平 林霄天魔眼开启 看着那冒牌货 冷冷道 我问什么 你答什么 冒牌货 此时神情已经变得呆滞起来 为什么假冒林霄 借着林霄大帝的威风 可以招摇撞骗 你坑害了多少少女 记不清了 大概有几百个吧 真是该死 林霄懒得再继续问了 手上用力 恐怖的神源催动 冒牌货 请客间化为积粉 看起来 必须得发布 一道命令了 他马上就要前往永恒神国 自然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出现 所以 胆敢自称是他的 肯定就是冒牌货 一缕抓住 收监 你 你真得是林霄大帝 看到林霄宛若神魔一般的手段 林冲霄话都说不利索了 不会错的 林若先点头道 他的气息 我很熟悉 毕竟是曾经一起拼杀过的人 对林霄的熟悉程度 甚至比家人还高 让诸位受惊了 比武大会还是继续吧 我跟家里人聊聊就走 林霄笑了笑道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37章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作者 千里牧尘 物中 林霄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简单叙述了一遍 听者无不震惊 但没有一个人怀疑的 虽然故事曲折离奇 不可思议 但他们还是相信 毕竟从当年八仙郡的事情 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林霄就是一个创造传奇的人 了不起 了不起啊 当年那个爱闯祸的小子 如今竟然成为了 拯救黎明 苍生于水火之中的殷侯 不愧是我林家的孩子 零万岁感慨万千 当初他就觉得 林霄有出息 可也没想到 会成长到今天这种地步 一番闲聊之后 林霄陪着家人吃了顿饭 这顿饭用的 都是林霄从四域九界 带来的食材 其中蕴含极为丰富的灵气 对武者而言 有着极为奥妙无穷的作用 一顿饭而已 林家人 包括林若仙在内 他们的修为都提升了许多 虽然资质不同 提升程度不同 但都晋升了修为 而且 对以后的修炼 也不会有任何不良影响 林若仙一举达到了 遂丹之境修为 怕是放到整个西域 也算是绝顶高手了 原本还有些人 对四域九界不太了解 但这一顿饭之后 让他们意识到了 四域九界 是多么富饶的地方 不过倒也不必举家搬迁 因为随着法则的渐渐改变 西域这边的修炼环境 也会达到四域九界的程度 待在这里 依然能够变强 离开之前 林霄带着所有人 去给这一世的父亲坟钱上了乡 还了院 他杀了永生大帝 算是给父亲报仇了 甚至比他父亲希望的做得还要多 他不仅仅掌控的永生地狱 更是掌控了整个四域九界 之后 他叫来零万岁 亲手将东圣天剑和东圣魔剑 放到了老人的手里 并且将六具强大的尸鬼 放到了家中 听从零万岁的指挥 这是他通过尸体复苏得到的 每个尸鬼如今的实力 都有普通神体竟七重巅峰实力 可以说 放眼整个四域九界 也可以暂时无敌了 他主要是担心 法则一旦改变 四域九界的高手 就能够随意进出西域 不会降低实力 而林家也会因此遭受到暗算 毕竟霸天帝国之中 不是每个人都崇拜他 肯定也有敌人的存在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有了六个强大的尸鬼 一切都不用担心了 除了这些之外 他将自己修炼的莲花精 黑莲宝光 圣虚魔影 以及之前得到的很多功法 也都留在了林家 说到底 这些人是真正与他有血脉关系的 他也不是那么大公无私的人 他同样有私心 最起码 要保自己的亲人无余 只有林家变得强大了 才不会被人欺负 与天龙大陆的林家不同 这里的林家 是他入室轮回真正的亲人 所以 要特别优待 将该留的东西都留下之后 林霄便带着岳芳华 跟林若仙离开了 林娇娇则 还想继续在羽化镇住一段时间 没有跟着 和林若仙在八仙郡转了转 见到了自己曾经的朋友 以及恩人 所有他愿意相见的人 都得到了好处 有的是丹药 脱胎换骨 改造血脉 有的是成套的功法武学 有的是兵器法宝 关系的深浅 得到的东西也是不同 这就是林霄的做人风格 对他好的人 他自然也要更好 结束八仙郡之行 林霄就与林若仙辞别了 还会回来吗 林若仙眼中全是泪痕 会的 一定会的 林霄笑了笑 带着岳芳华翩然而去 下一站 便是曾经的陈国 如今的林国 林国现在的掌权者 仍然是陈苍茫 昔日陈国的七皇子 但却与林霄的关系极好 一同推翻了腐朽的陈国政权 另外 昔日的梁师异友 也都在辅佐陈苍茫 不想引得太多关注 林霄与在八仙郡一样 只是见了熟识的人 让他们各自都得到了好处 之后又悄然离开 林兄啊 我恐怕一生 也不可能追上你的脚步了 但我会努力的 林霄离开之后 陈苍茫就宣布退位 将王位传给了 最值得托付之人 然后踏上了 前往四域九届的路 过去 他一个人修炼 短时间内 根本就不可能有如此突破 而今 他不仅血胎换骨 而且修为大幅度提升 已经有了前往四域九届的能力 林国虽然还称之为国 但其实只是霸天帝国下辖的一个机构而已 没什么值得眷恋的 武者 果然还是要接受 挑战才行 而此时 林霄已经来到了曾经的九尊之地 也就是昔日西域的核心 林霄就是从这里 打开了通往太古神墓的路 之后又抵达了四域九届的 这些年 西域有不少人都已经通过这条路 前往了四域九届 其中就包括 鸡鸣空 碧方 掩月 向蛮 霸刀 常青青等与林霄关系极好人 当然 也有人没有选择离开 比如金凤建帝 金凤琪琪 剑洛英等 金凤琪琪 是林霄来到九尊之地 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也是个有趣的小妹妹 虽然如今这个小妹妹 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 但还是像以前一样 活泼可爱 金凤建帝 是金凤琪琪的父亲 曾经为他统一西域 帮过大忙的 林霄就在九尊国的朝堂上设宴 与昔日一起拼杀过的战友们共赢 同样是一场宴席 之后 所有遇会者 全部都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林霄几乎被奉为神明 其中进步最出色的 就是金凤琪琪 这小丫头 本来天赋就高 这样一来 她也有资格前往四域九界了 小丫头说 她要把林霄走过的路 重新再走一遍 见洛英是林霄的师姐 见十八的女儿 关系也是极好 曾经也有过对林霄的爱恋 不过时隔那么长时间 如今的见洛英 对林霄的爱恋 已经变成了崇拜 师弟 论任劲 我不会输给你的 希望有一天 我们还会见面 她的天赋 不弱于金凤琪琪 而努力程度更高 如今加上林霄的帮助 很快就可以在霸天帝国 打响自己的名号吧 只可惜 这一次的五道大会 她恐怕是赶不上了 只能等下一次再说了 结束了九尊肢体的行程 林霄横跨太古神墓 来到了自己 曾经进入四域九界的 第一站蒙家寨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五千零三十八章 叛乱 作者 千里牧尘 蒙家寨也是西域舞者 第一次踏入四域九界的前哨 为霸天帝国统御四域九界 立下了汉马功劳 好像出事了 还在空中 林霄就看到 此时蒙家寨有点乱 他们正在被上千个黑衣人围攻 这些黑衣人对于蒙家寨来说 个个都强大无比 因为他们的修为都达到了可怕的碎丹之境 而蒙家寨即便实力提升 最强的也不过是寨主 同样是碎丹之境强者 根本没法打 要不是林霄曾经设置的阵法庇护 蒙家寨恐怕早就被攻破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攻打我蒙家寨 难道不清楚 我们与天帝陛下的关系吗 蒙家寨寨主蒙飞燕历声喝道 蒙飞燕的父亲 如今已经退居二线 实力提升到碎丹之境的蒙飞燕 接管了寨子 这个女孩跟林霄曾经还有过约定吗 说是要到子林小国见面 只可惜 林霄提升速度实在太快 当蒙飞燕可以前往子林小国的时候 林霄都已经到了黄金城了 这让蒙飞燕不得不认清现实 接受了寨主之位 这样还可以帮到林霄 寨子里不光是蒙家寨的人 还有许多从西域九尊国来的天才舞者 他们在这里适应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踏上前往子林小国之路 没想到居然遇到了此次为杀 哈哈 如果你们跟林霄没有关系 我们反而不会针对你们呢 为首一人狂笑道 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我们便是大名鼎鼎的莲花轿 遵从莲华大帝 反对林霄 而我 则是莲花轿十三个顶尖强者之一的白莲魔王 虽然我们莲花轿 依然不是林霄的对手 不过很快 我们就会将这霸天帝国 搅得天翻地覆 我劝你们 还是束手就擒吧 加入莲花轿 指你们唯一的活路 否则的话 你们将看不到明天的赤羊 一群老鼠 也敢妄称对抗天帝陛下 等你们有能力 将天帝陛下布置的阵法打开再说吧 如果连这个都办不到 就别吹牛了 真是不嫌丢人 蒙飞燕还真是没想到 四域九届 竟然还有崇拜莲花大帝的疯子 幸好有这阵法 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唉 都怪我修为太差 不然也不用如此窝囊了 蒙飞燕叹了口气 如果对方一直如此猛攻 估计阵法也撑不了多久的 霸天必灭 莲花重盛 莲花轿的那些黑衣人 一边大喊着 一边猛攻猛家寨 好像疯了一般 就在这个时候 两道人影从天而降 蒙飞燕正正地看着那个人 曾经一起战斗过的战友 灵霄 他太熟悉了 自从蒙家寨一别之后 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可是灵霄给他的印象 实在是太深刻了 他怎么也不可能忘记 你们是谁 胆胆阻挠我们莲花轿办事 不想活了吗 白莲魔王冲着灵霄怒吼起来 我如果非要阻挠呢 灵霄淡淡笑道 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货 把他给我杀了 堕碎了喂狗 由于灵霄隐藏了气息 可怜的白莲魔王 完全没有察觉到 眼前的人有多么恐怖 竟然让手下动手 刹那间 上千人扑向了灵霄 而且还都是碎丹之境强者 蒙飞燕看得心急 大声喊了起来 小心啊 天地必下 他这也算是关心则乱 完全忘记了 灵霄的实力有多强了 结果话音还未落地 那上千个 武者就原地蒸发了 不见灵霄做任何动作 上千个碎丹之境 武者全军覆没 连尸体都没有留下一句 只剩下一个白莲魔王 在那里战战兢兢地颤抖着 天地必下饶命 饶命啊 我们只是闹着玩而已 方才还一脸傲气疯狂的白莲魔王 此时在灵霄的面前 就像是一个可怜的小虫子 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了 闹着玩 若蒙家寨没有阵法庇护 恐怕此时已经血流成河了吧 你跟我说闹着玩 告诉我 莲花教的总坛在什么地方 教主是谁 灵霄打算离开之前 把这个麻烦解决了 问话的同时 灵霄已经开启了天魔眼 白莲魔王根本就没有反抗的机会 把所有事情都告诉给了灵霄 这世上的疯子 还真是不少呢 听这位白莲魔王的意思 莲花教人数已经超过了上亿 他们崇拜莲花大帝 认为人类作恶多端 只有将其全部消灭才行 除了白莲魔王带人攻击蒙家寨 阻断西域与四域九界的联系之外 其余连花教的人 都已经前往了黄金城 准备大闹舞到大会呢 天地陛下 不赶紧回去吗 灵霄随手干掉了白莲魔王 但却没有离开 而是进入寨子 这让蒙飞燕不得其解 急忙问道 霸天帝国 可不是我一个高手 莲花教这种垃圾组织 妄想搅动风云 只可惜 他们还不够资格 就在灵霄说 这番话的时候 黄金城中 接近上亿的莲花教教徒 已经全部被抓 一场可笑的叛乱 很快就被姬明空给镇压了 论修为天赋 姬明空或许不如灵霄 但论掌控朝局 他比灵霄更强 再加上有九头聚荣相助 这太简单了 在蒙家寨待了一会儿 灵霄帮蒙飞燕提升了实力 才再次离开 这一次 他直接就回了黄金城 因为叛乱结束的同时 五道大会也已经到了决赛阶段 灵霄该去履行自己的承诺了 当他抵达黄金城的时候 决赛正在进行 三组决赛 三个不同的年龄段 参加决赛的人 竟然都有灵霄认识的 决赛的最终结果 更是让灵霄没有想到 三个人 居然全是老熟人 百岁以上组 别的冠军 是寿神盟主 没办法 因为奖励丰厚 连这些人也厚着脸皮参加了 五十岁到百岁组 别的冠军是紫千叶 昔日紫灵小国的国主 灵霄还称她为姐姐呢 五十岁以下组别的冠军是杨淑仪 这丫头 可跟灵霄是有过婚约的 除了三个冠军之外 各组前百名也有不少灵霄的熟面孔 其中就包括 不死鸟必方 掩月等 从西域来到四域九界的人 他们也证明了 西域舞者的天赋 绝对不比四域九界差 相同环境之下 他们也可以修炼得更强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五千零三十九章 夺回天庸城 作者 千里牧尘 颁奖典礼结束之后 灵霄在黄金城中设宴 款待所有曾经的好朋友 并且与必方等人单独交谈 重温了一下 当年出生入死的经历 最后 才把自己 准备前往永恒神国的事情 告诉了众人 一个月时间 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半 灵霄也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 他要先把天庸城夺回来 结束了宴会 灵霄就前往了混乱沙海 与他一起同行的 是被肃梦真定为种子的己人 如果可以掌控天庸城 他们就可以自行前往永恒神国了 而不需要所谓的神使来指引 灵霄一向对陌生人没有信任感 更不可能把自己的未来 托付给陌生人 在混乱沙海 他与秦皇河流 随即率领天庸城的武者 又杀了回去 抵达天庸城附近 已经是四天之后 远远看去 天庸城上空 凝聚着一团恐怖的阴云 阴云之中 酝酿着强大的力量 看起来感觉 仿佛神明的力量一般 充满了威严与傲慢 轰隆 骤然 一道强劲的雷光冲向了灵霄 化作一道闪电之枪 威力之强大 恐怕已经达到了天庸烈的那种程度 闪电之枪从那雷云之中射出 其中竟然传来一个声音 响彻天地之间 大胆凡人 妄图燃指神明的领土 简直不知死活 滚回你们的弹丸之地 方可保住卑微的幸免 否则神明大军不日即将到达 将而等尽数铲除 看到这恐怖的一幕 听到这可怕的声音 天庸城的武者们 颤颤巍巍 甚至连抬头都不敢 纷纷跪服在地 惊恐不已 这些家伙 一直居住在天庸城 对永恒神国的畏惧 由来已久 那是一种无法反抗的恐惧 感受到这股可怕的力量 他们能做得之后贵服 哼 灵霄冷哼一声 牛魔之拳轰然砸出 那闪电之强 只阻挡片刻 就被轰成粉碎 最可怕的是 灵霄右手的逆神剑 射出九道剑光 朝天空而去 竟然将天庸城上的雷云撕裂 就好像将天空撕开了 一个巨大的口子一般 刺了 雷云被撕裂 骤然爆发开来 漫天都是雷光闪烁 火焰翻滚 全部都落向了天庸城大军 似乎是要将这支大军整个抹消 看起来这些神明脾气真得不好 动辄就要杀人 根本没有把四域九界和天庸城的人命当回事 妄想 灵霄升腾到天空之中 释放神源无敌阵图 而又释放霸天宇宙 霸天 熔炼 漫天的雷电与飞火流星 大部分都落入到了霸天宇宙之中 天地之间仿佛多了一尊轰炉 将这些力量不断炼制 凝聚 只有一小部分攻击逃出了霸天宇宙之外 不过也被小金等人毁掉了 霸天宇宙之中 凝聚出两件十一道龙纹的质宝 也就是精品帝王器 一件为闪电之矛 一件为飞火流星 这闪电之矛乃雷电属性 配合冷媒的战争古术 将会发挥出更大的效果 给你 灵霄将闪电之矛给了冷媒 冷媒没有拒绝 因为他知道灵霄决定了的事情 就不会改变 与其拒绝 还不如接受灵霄的好意 飞火流星最适合小金 给你 虽然灵霄也稀罕精品帝王器 但这东西 需要适合的人使用 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果 更何况 他有逆神剑和赤血魔剑足矣 最起码现在 还不需要别的攻击型的法宝 谢谢老大 接下来怎么办 看样子 永恒神国是铁定 不肯让出天庸城了 就算咱们现在占据天庸城 估计大军也会立即抵达的 那可永恒神国的大军 咱们真得能够抵挡吗 不是小金没有自信 关键是 永恒神国被传言得太过神秘了 神与人的差距 怎么可能不大 先去天庸城做好准备吧 看起来永恒神国 并没有在天庸城留下守军 只是布置了强大的阵法而已 方才已经被我锁破 应该没什么危险了 灵霄用太极岩扫视了一下天庸城 便率领大军入内 对于天庸城 秦虎 秦皇等人 要更加熟悉 灵霄命令他们全程巡逻 发现危险立即解决 不能解决的 就来汇报 而他则和元尊 开始布置阵法 方才那个阵法 威力不错 只可惜 布置还不够好 灵霄和元尊仕途二人 联手进行了改造和加固 这样一来 天庸城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攻下来了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一切归于原位 虽然说天庸城的舞者 依然非常担心 但看到灵霄方才的表现 他们也有了一点信心 秦虎 秦皇 找到了灵霄 天地陛下 我们需要告诉你一些 关于永恒神国的事情 灵霄对永恒神国的了解 几乎就是灵 有这些信息 显然会更加重要 根据秦虎所言 虽然这一次攻打天庸城的舞者 的确来自永恒神国 但却并非真正的高手 永恒神国也并非铁板一块的 十二圣城之间经常会出现攻法 而且 还要应对强大种族的袭击 比如古卓 这样就导致了大量的高手 都被调去应对各种麻烦 攻打天庸城的 其实是永恒神国最低级的舞者 甚至可以说不算舞者 因为他们的身份是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的组成有奴隶 罪犯 以及流浪者和无法生活下去的人 这些人在永恒神国的地位最低 数量最大 简直就是战争的炮灰 被用来镇压天庸城 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 虽然说是乌合之众 但永恒神国的舞者 就是永恒神国的舞者 实力最差 也是神体敬意重修为 这乌合之众 究竟有多少人 灵霄面色严峻 具体的数量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当时攻打天庸城 就来了一百万左右 应该还是瞧不起我们的 秦虎补充道 顺便说一声 永恒神国的疆域之大 相当于上百个四域九届 你能想象 人口有多少吗 乌合之众的数量 又有多少 无论哪个地方 地位低下的人 永远都是最下层啊 一百个四域九届 灵霄差点没被噎死 虽然秦虎这话 未必就是真的 但永恒神国之大 那肯定没有问题了 绝对比四域九届要大得多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40章 神明大军 作者 千里牧尘 看起来 会是一场恶战 幸好永恒神国 并没有把天庸城当回事 派来的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 否则真的就麻烦了 刚想说话 灵霄忽然间脸色一变 看向了远处的天空 一股危险的气息 不断靠近 远处的风云都在搅动 那个地方 无数个巨大的漩涡 游武者的气息 从漩涡之中传出 不好 永恒神国的攻击到了 所有人准备好战斗 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 既然回到了这里 永恒神国所谓的神明 就不可能让我们活着离开 这一次 要么取胜 要么战死 其实也不用担心 来的不过是乌合之众 永恒神国的大势力 还没有注意到 咱们这个蚂蚁窝 灵霄朗声道 记住了 我带你们来不是送死的 而是夺回属于我们自己的荣耀 哄 哄 接连不断 从那巨大的漩涡之中 走出了一个个永恒神国的 乌合之众 虽然是乌合之众 虽然在永恒神国 被称之为垃圾 废物 可是这些乌合之众 在面对天庸城强者的时候 却露出了轻蔑的表情 他们过去在 永恒神国 受尽屈辱 却不敢去反抗 那么 只有像比他们更弱的弱者发现 他们虽然是垃圾 是炮灰 是没用的废物 可毕竟 都是永恒神国的武者 放在四域九界 那也是顶尖的存在 灵霄的脸色 变得极为凝重 这一战 或许比亡灵天灾 还要凶险万分 幸好永恒神国 还没兴趣跟 四域九界的武者 玩阴谋诡计 所以 只要战胜就行了 狂妄至极的凡人 卑贱的存在 居然还敢夺回天庸城 看来你们这些垃圾 真得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永恒神国的乌合之众们听着 这是你们改变命运的时刻 立下军功 你们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杀 一个不留 彻底将天庸城摧毁 声音不知道从何处传来 但响亮无比 意思也很明确 上一次 只是赶走天庸城的舞者 这一次 却是下达了清洗的命令 这些乌合之众 本就心里透着疯狂 现在 有了合理的动机 他们一个个 都兴奋地嗷嗷叫着 简直像一头头的猛兽 灵霄开起太极眼 朝着远处看去 他很想知道 这一次的乌合之众 究竟来了多少 总体实力如何 这一看 让他心中意紧 乌合之众数量 比之前多了三倍 之前只有一百万 而如今却是三百万 最弱的是 神体静一重前期舞者 最强大的 则达到了神体静六重巅峰 没有看到 神体静七重的存在 但这数量 实在是太多了 要知道 天庸城也不过 才不到一百万人了 现在 三百万神体静强者 这是个什么概念 灵霄真得是不敢想象 永恒神国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怎么会如此可怕 必须得赢 灵霄咬了咬牙 他不能输 输了 就真得没命了 黑欲灭随犬受魂 开启地狱之门 灵霄很少会用这一招 因为地狱之门召唤出来的帮手 是随机的 自己无法可靠的掌控 只有在极大的劣势之下 用起来才管用 而现在就是 地狱之门之中的召唤物 是用来当炮灰的 它们的实力 与永恒神国的强者 还是差得太远 不过可以给天庸城的强者们 组成强大的炮灰 也是有用处的 乌合之众 已经开始进攻 灵霄释放地狱之门 大量的亡灵生物 恶魔生物 从其中走出 飞出 冲向了城池之外 与乌合之众撞击在了一起 真得是罪弱不堪 几乎一瞬间 就被撞死了很多 不过也的确阻挠了乌合之众 对天庸城的毁灭性打击 同一时间 天庸城的阵法运转起来 落雷与火流星 不断攻向敌人 炮灰的作用明显更大了 这一次就豁出去了 紫神血煞阵图 神渊无敌阵图 龙神寒冰阵图 亥神皇全阵图 牛神天雷地火阵图 灵霄一口气开启五个阵图 神渊的消耗也是五倍增加 没办法 必须得这样 敌人太强 他就得起到更大的作用才行 狮鬼召唤 这一招每天可以使用一次 每次可以召唤六个尸鬼 最多不能超过十八个 但如果尸鬼被杀 那么就可以立即重新召唤 直到召唤者的神渊耗尽 同样是召唤 尸鬼的战斗力 可是神体竟七重巅峰 他们冲出去之后 造成的破坏力太大了 乌合之众也开始出现伤亡 小金 龙晨 月芳华 冷眉 以及天庸城的舞者 全部都开始战斗 不过灵霄让他们站在了城内 有着法阵和炮灰大军的保护 可以更加安全地消灭敌人 毕竟敌人数量太多了 虽然暂时没发现顶级的存在 可是谁又能保证 这存在 没有躲在暗处准备偷袭呢 既然有着防守的优势 灵霄就不会放开 这哪里是什么乌合之众 简直就是一群疯子 是啊 这也太可怕了吧 完全汗不为死啊 战斗中的众人看到乌合之众的反应 都有些吃惊不小 正常 这场战斗 对他们来说 是唯一能够改变人生的机会 人生如果不改变 他们活着 可能比死了还难受 因此才会拼命 才会如此疯狂 灵霄感慨到 那边乌合之众们 一边嘶吼着 一边猛冲 很快 一个尸鬼已经被干掉了 尸鬼虽然强大 可是也敌不过密密麻麻的蝗虫啊 幸好这些家伙不被重视 手里的兵器 还不如咱们 不然的话 这一战 咱们输定了 灵霄咬了咬牙 之前的判断是对的 自己赌对了 虽然很凶险 但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应该是能够赢的 炮灰大军 与神国大军撞在一起 展开惨烈的厮杀 两股壮阔的洪流 掀起了滔天巨浪 这是一场真正史诗级别的战斗 甚至超过了天堂圣地那场战斗 连续的爆炸声不断传来 恐怖的震荡声 一个接着一个 炮灰的尸体 宛若雨点一般杂落 他们大多数 连攻击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强大的气流给震碎了 实力差太远了 这也没办法 这就是灵霄之前 没有用地狱之门的原因 只有守城的时候 用这一招效果不错 有他们当炮灰 后面的攻击 才能把一个个乌合之众的武者击杀 本章完 viver了 我照顾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